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今天我们讲马帕仁波切族的《治病甘露牛》 那么之前 我们跟大家也可能传个 《杨栋梁》 我们那种治病最近要求每个人念《杨栋梁》 最好四五天之内一万遍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凡是尽快的时间当中能念满一万遍 《杨栋梁》以前九八年的时候法王如意宝也传过 也念过后来一亿年 二零一年应该在那时候也是念过 那么去年前年可能也在念过《杰栋梁》 其实《杰栋梁》我以前翻译过一次 但这个可能因为太早了 可能有些一方上不行 我这次有这几天重新翻译 然后明后天应该跟朗法他手里 最近我们这边的要求 中午两点到三点钟之间 一个小时之内大家共修 所谓的共修也是可能到时候共同听语音 念诵吧 或者在自己家里念诵也可以 最主要是今天 明天应该是 葬礼十五号的时候 可能共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为什么是修皆佛中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文殊菩萨的修法 也是非常甚深的一个法 按理来讲 这个是并不能随意公开的 这么一个甚深法 那么这个以前法王如意宝也传过 这个仪轨也不是特别公开的 这么一个法 但最近我们选全体僧众要念的话 我也并没有要求他们 不能公开 这样可能明后天把文字发到大家手里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 归根基地的话 我们的身心被烦恼也好 被邪魔外道也好 或者任何非人也好 世间鬼神也好 谁已经束缚着 不能如理如实地修行的话 依靠咒语的力量 依靠文殊圣世金刚的加持力 就马上能解开 就像我记得比喻的话 比如说一个囚犯脱离了他的监狱 或者马皮脱离了他的脚上的半脚带 有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依靠这种咒语 让我们任何一个身心 被烦恼 控制 束缚着 全部解开 解腐 解开束缚 我们的窍诀 所以我们末法时代的人 很多人修行的话 有些是被烦恼束缚 有些是被人束缚着 有些是被非人束缚着 有些是被各种各样的力量 一直束缚着 尤其是现在有些心没办法自由 就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束缚 所以在末法时代当中 确实这个法非常殊胜 我们很多道友一直都在修行 这个仪轨也可以当作自己平时日常的修法 也可以偶尔修行 不管怎么样 咒语 我以前翻译的 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 今天都是发给大家 然后明后天以后 应该按照仪轨修的话 也可以 如果不会仪轨修的话 这样的方式来念诵的话 也可以 我们有些人观想圣极次第 和圆满次第 力量比较差 这样的话 自己平民地念咒语的话 咒语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确实 大家也知道 我们跟以往可能完全不同的 很多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障碍 违缘 里里外外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样 我们能传哪怕是一节课也好 哪怕是两节课也好 大家都应该有一种珍惜感 这个很重要的 有了这样的珍惜感 我们学法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勇气 大家也应该有这样的思想上的准备 然后我们讲治病甘露牛的期间 我们没有讲考 再下面从能烟开始 我们也有讲考 但是讲考参加的人 我们坐在周边 周围 也可以到时候 真正出道的时候就可以上来 之前我们现在基本上 今年以老菩萨们作为三幻路当中的人 再有一部分是二幻路中间的 再一部分是三幻 四幻 五幻 这样 现在是这么一个模式 这样也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好多年以来 对闻思为主 修行的老菩萨 并没有重视起来 这几年他们越老越有价值 感觉自己已经上来六十岁很光荣的 这样也比较好一点 这是暂时所谓的官家也好 其他人也希望配合一下 大家也知道 老年人口头上给他们说 我们要照顾 但具体我们怎么照顾 我们所有的群体当中 让他们处于变化 恐怕也不是很好 很好的 所以我今年一方面自己也是 自己也是到了一个不同的 一个年的积电 也是一种转折电 所以表示一种现象 然后另一个方面 我们在拉荣 好多人应该是 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来到这里 然后现在都已经变成了 比较庄严的人了 一般在一个寺院里面去的时候 老的出家人是比较庄严的 我都有时候去一些 藏传佛教寺院的时候 一看这个寺院里面 全是年轻人的话 好像没啥感觉 一个个都 尤其是有一些寺院 有一些老喇嘛 哇 又旁 又看起来的时候肯定很有修行的样 念经的时候也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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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像很有那种感觉 所以对寺院来讲 一般来讲 我们也是善知识和一生识越老越有价值 有这种说法 所以可能修行人 也是比较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我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开始讲 治病甘露牛的 麦彭仁波切的讲的这个法 为什么要翻译这个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实际上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应该算大多数是比较健康的 比较健康的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也是 生病免不了的 每个人应该是在生死轮回当中 一定会有生老病死 这个是必然的现象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每个人可能曾经也是经常生病 现在暂时健康 但也许可能也会经常生病 有些可能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 不管怎么样 这个病对每一个人来讲 肯定是需要面对的 那生病的话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修行呢 实际上这里 麦彭仁波切他有一个治病 他这里的治病两个字 因为我是为了大家异动吧 其实生病的时候 转为道用的一种修行方法 他并不是说让我们头痛 马上治头痛 胃痛 马上治胃痛 也不是这个意思 他主要的病的根源 实际上是心灵的疾病 心的疾病 通过修行也可以治疗 如果我们心的病已经治疗伤 那身体的病很容易对治 所以这里所谓的治病甘露牛 应该这次我要向大家好好地学习 这个文字不多 我们用三节课来讲的话 应该是足足够的 但他的意思非常殊胜 为什么说殊胜呢 因为我们生病的时候 大家都可能想治疗 但治疗的话 很多人的方式 方法不对 不但没有治好病 甚至可能是病反而加重 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依靠这样的修行方式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不但不痛苦 反而可能生起欢喜心 如果这样对待的话 我们的病很快的时间当中也是会痊愈 即便不能痊愈 那个病不会加重 也不会对你身心有极大的冲击和危害 所以这种方式应该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每个人生病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治呢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看中医 看西医 看藏医 或者用其他任何的医疗方式 这个是也必须要的 但最根本需要什么呢 用心态上的一种调整 如果心态上调整的话 那这个病即便是非常严重 但是对你的整个人身来讲 不会有很大的危害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的心 如果能转为道用 心把这个病转为道用的话 其实心很坚强 心很坚强的话 那肉体上的这个病实际上对你 应该说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害 我们用心是什么样来调整呢 这个调整没有佛法的话 恐怕是没办法调整 当然现在世上上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 养生血 健康血 关于治疗各种疾病的这种说法 非常多的这些也是也 某种以上是我们不否认的 但是最根本的话 其实佛法对每个人来讲 非常大的痛苦也可以转为道用 这一点大家也是恐怕有感觉吧 包括我们世间当中很大的灾难 以前欲受地震的时候 当时死了很多人 受伤了很多人 当时来了全国各地的很多的专家 包括一些咨询师 这样的 但后来好像也并不是很需要 调整他们的心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藏地 历来都是有佛法 如果这个佛法没有的话 其实包括藏地的人 也是跟其他地方的人 完全都是一样的 因为藏地从某种意义看 大家也知道他的医疗条件 也并不是很好的 科学技术也并不是那么发达 再加上整个气候也好 整个各方面的寺院 并没有那么丰富 如果没有心里的 一个很好的调整方式 那遇到困难 遇到灾难的时候 他也完全都是有可能崩溃 或者有可能倒塌 有这样的现象 但因为大多数的人来讲 他从小都是有一种心里的调整方式 心里的唯一调整方式是什么呢 一个是身心因果 我们每次生病的时候 这是前世业力的 说起来都是一个很简单的语言 但实际上这是对修行方面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我今天生病了 我今天通过医院里面观察出 在某个地方恶心中流 可能已经得癌症了 或者我现在已经得了新冠肺炎 或者得艾滋病 得癌症了等等 这样的时候可能大多数的人来讲 得到病危通知 或者得到检查报告的时候 可能马上倒在地上 昏厥 不行 会有这样的 但一般来讲 我们提前都是修过一切都是业力的 我今生当中虽然没有做 危害其他的事情 我无始以来自己想得起来 想不起来的 很多很多不如法的事情 包括杀害众生 殴打他众等等 那这些实际上是生病唯一的因缘 我曾经照过那么多的因缘 那我今生当中为什么不是成熟在我的身上 这样一来 每个人当你生病的时候 应该是比较乐意地接受 当然乐意地接受 我们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不喜欢生病 一生病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感冒了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会不会要倒下来 大家都是比较伤心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点修行 没有修行的话 当然是任何一个人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堪布堪摩也好 法师阿瑟利也好 谁都没有任何的用处 当你如果有一些修行 尤其是修自他交换的修行 或者诚信因果的修行 死亡无常的修行 这样修得很多 当你生病的那一刻 他不但不会伤心的 而且他马上想把这个病 转为道用 作为修行的主办 这样一来 这个病本来我们大家都知道 生病以后 谁都不喜欢 可是作为个别的修行人来讲 把这个病应该用成一个很好的修行的主缘 就像世间的毒药 谁都不愿意引用它 非常害怕的 可是你遇到一些其他的 包括什么饮水 有这样的调料的时候 他也是可以引用 所以我们想 这个病 病和痛苦一样 大家不是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我们谁都不喜欢痛苦 但是我们苦乐转为道用 去年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给大家讲了 苦乐转为道用 那么应该大多数的人觉得 好像有一点用处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 今年也重新要听一遍 重新学一遍 不是光听一遍就可以了 一定要修 一定要深入人心 修任何一个法 要深入人心 我们这几天给大家讲的三节课 如果你学得很好的话 我觉得是 麦法仁波切的这个窍诀 特别特别殊胜 应该是将来你生病的时候 你胸有沉着 我翻译的时候 我以前知道 这个治病肝瘤就很好的 但是并没有那么深的感觉 因为翻译的时候 不得不深入婆戏 这样的话 好像那天 我记得是二月份翻译的 当时我翻译的时候 哎哟 我生个病多好啊 我最好是生病 我不但是不担心 我还要心里希望生病 结果我翻译完了以后 真的是得病了 但得病的时候 好像并不是我前面想的那样 还是有点 吃不好 睡不好 还是有点 好像也没有什么修行境界 也有点 但是重的来讲 好像以前没有学过的生病 学过这个法之后的生病 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想这三节课 说短的话很简单 即便是一个多小时 讲完了每一节课 但如果说生或者说唱 可能里面隐藏着很多很多的窍诀 贵根记得都是很简单的 把病看着是有功德的 这里面讲的 今天我们讲的主要内容是这个 我们平时不会认为是有功德的 但是今天要说是有功德的 然后第二节课的内容是说 病看着是善知识 我都最好的上师 上师来了 对你开道 讲教言 那时我们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上师嘛 我要找上师去 我要找活佛去 其实主要是开道嘛 不然的话 同样的肉体 你有什么可追随的 也没有什么的 但主要是他相续当中有一种智慧 能引导你 那病也同样的 跟好的上师和好的病一样的 第三个 生病的话 自然而然可以修六波罗蜜多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真的是 生病的话 一方面也遇到上师了 一方面也遇到有很大的功德 还有我们修大乘的核心 六波罗蜜多的话 谁不欢喜啊 所以我这次讲短短的窍诀 我们每个人喜欢当你生病的时候 不但不害怕 不痛苦 不伤心 反而机会来了 要想起了 麦彭仁波切讲的三个窍诀 第一个是 病是有功德的 不是有过失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病确实有功德 我们可能大多数的人觉得 病哪里有功德 没有啊 他把整个我的身心全部摧毁 哪有功德 其实世间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两面的 我们从人身比较高一点的层面来看 或者如果深入分析 其实病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应该是他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有很多很多以往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 根本修不出来的好多甚深的法通过生病以后才能修出来 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都是 以前是很傲慢的 没有遇到痛苦之前都是特别特别傲慢的 如果没有遇到这个痛苦的话 你一辈子都可能没有遇到佛法 没有遇到善知识 没有遇到正确的道路 但是身上后来因为生病 或者出现一些魔障 违缘 这样一来最后深深地认识到 人身的真相 最后自己也是遇到了解脱道 这也是我们的违缘 其实它还是有一种 它有功德的一面 比如说我们任何负面的东西 如果有修行的人 有智慧的人 当下认识他的真相 其实他对你有帮助的 比如说有一个怨恨的敌人害你 我们大家谁都不喜欢这个敌人吧 但是如果你依靠这个敌人 马上修波罗密度 马上又认识到世间的种种情愿 无常的道理 那对你的修行 以前从来没有开悟过的话 都已经有开悟了 以前我们修行七要当中是比丘尼华摩 他都是得了麻风病 因为一次修行 后来已经开悟了 当然这个前提我们要有信仰 可能才是对的 我们要有这种 修行才是对的 否则没有任何修行 没有任何信仰 那你生病对你而言 没有任何功德 这一点大家也是应该清楚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智病甘露牛 智病是智有精智的意思 也有精华的意思 但是因为智病的话 大家都可能想到 自己的身上如果能智好的话 对好的 所以应该是名字比较好懂 吃各种各样疾病的甘露牛 甘露牛 一般天人的甘露 是一个非常好的妙药 包括在战场上天人的头被砍断了的话 马上用天人的甘露也是恢复如初的 有这样的 那我们世间当中所谓的甘露碗 甘露水 这些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有用的 比如说咒水 念一些咒语 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戒斧咒 念七遍以上的 念很多咒 然后把水里面这样吹起 吹起以后经常喝这个水 自己早上起来 以前阿秋法王他的传记 还是什么里面 他都是经常自己早上起来喝一点酒水 在一个瓶子里面 如果僧众 上师 谁那个 加持过的水 或者说自己有一些甘露碗 可以泡在里面 然后生病 或者没有生病的时候喝 确实是很惯用 很惯用 我们现在有些道友 所谓的甘露也是不知道怎么用 一直呆在脖子上 但其实这个可以有时候吃一点 有时候是泡在水里面 自己喝一点 这样的话包括身体上的疾病 这些都是很惯用的 所以这是我们一般世间的说法 甘露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藏地的很多修行人 可能在嘎吾河里面 装很多的甘露 当你遇到比较关键的时候 就逃出来开始吃或者喝 这样有一些比较即兴的病 很有力量的 所以这些看起来好像是比较简单的 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种力量吧 麦彭仁波切的传记里面也是讲过 当时麦彭仁波切做过的金刚戒 好像当时德哥和国罗两个作战 作战的过程当中 当时麦彭仁波切亲自做过的金刚戒 谁都万好无损 身体都没有任何的那种 他可以也是一种护身佛 护身佛 而且大成就者的这种确实 不管是甘露 加持过的甘露水也好 或者以前麦彭仁波切他加持的 包括一些身上的汗 苟然 这些也是如果有些病人用的话都痊愈 我以前看过 七宫和尚也是 真正他的传记里面有没有这样的 也是不知道 当时他身上的泥碗吃了以后 病痛就没有了 或者他洗澡的水 喝了病酒消除 可能好像也有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 确实也有一些比较生气的事 这些应该有的 麦彭仁波切的传记 我以前2002年的时候翻译过的 在里面正是法王如意宝写的那个 这个里面有很多 麦彭仁波切的 在其他传记里面 没有的有部分道理也有 麦彭仁波切讲到他的成就相的时候 其实麦彭仁波切 他可能自身有加持的特殊意义 一般世间人很难以相信的 难以理解的有一些 还有 麦彭仁波切对医学是非常精通的 对医学是非常精通的 所以他的医学的智慧 现在也是流传的 在各个藏医院当中也在实行着的 所以这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从我们佛教信仰的角度来讲 这个窍诀相当于是一个甘露水 当你饮用了以后 这种疾病也是能遣除的 意思是什么呢 麦彭仁波切的窍诀相当于是一个甘露水 那这个甘露水 我们后学者 谁去学通了 修行好了以后 以后我们得什么病 轻而易举地可以治疗 这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到时候我们现在 因为确实这个病 对世界来讲 现在可能大家都也是非常明白 像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好像真的是已经 末世的战争时代已经出现一样 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世界上的 包括油价也好 粮食也好 好像激进戒也出现了一样 新冠病毒已经两年多以来 折磨人类也是非常可怕的 最近全世界本来有七十多亿人 其中现在马上已经得感染的人 好像四亿九千八百万吧 现在已经得感染的人 都是马上无益了 马上无益的话 那七十个人当中 有五个人已经被感染 这个是这样的 死亡的人也是已经六百多亡 这样我们看这个病 确实一直蔓延在全球人类的群体当中 在这个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我们不能说完全都是能治愈一七病 但是至少也是自己没有那么恐慌 一旦不管是像这样的传染病也好 或者说其他平常性的这些病得到的时候 你就会得病就得病吧 得病应该很好 我现在机会来了 我要去应用的话 真的也是可能这个是比较好的 我个人而言也是多年以来一直是病魔作战也好 交往也好 一直这样的 但是每次生病的时候 就是只有把他利用这个来看看 不敢说是什么修行 但是做一些事情依靠疾病 确实我还是也很感谢有些病魔 不然即生当中自己 包括在异作方面 可能有些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去面对的话 其实病也并不是很可怕的 不是有人想象的那样 因为病的话 看来都是我刚才也讲了 它是一个粗暴的 不悦意的 可以说是一个恐怖的事件 但是我们如果把它的正面和负面两个去看的时候 一般人来讲 当你生病的时候恐怖 伤心 这样的时候可能你的心开始慌张 然后以此而加速 各方面的病就不断地增加 如果我们心很平坚的 知道这个病也许对我而言也是个很好 就像很多有些老修行人讲的 噢 今天生病 生病都是这就是无始以来的业力现前 就是无始以来的业力现前 马上知道这个病的来源 并不是因为我最近是什么原因而来的 甚至有些可能怨天有人 噢 我为什么生病啊 人家都没有生病 人家都身体好好的 我为什么生病啊 我为什么那么倒霉 我为什么那么不顺利 我还不是行持善法吗 有些人本身自己都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但生病的时候 诽谤因果 诽谤正法 甚至自己可能在同行道友当中 经常发恶缘 生嗔恨心 那这样确实这个病对你而言 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但你一旦生病的时候 一方面心很平静 不生嗔恨心 不生气 同时自己该治疗都该治疗 然后好好地忏悔 我这个肯定生病的 因为我无始以来 肯定是照顾很多的恶业 这次恶业成熟在我的身上 那我如果发心得更好一点 其他众生的病也成熟在我的身上 就像以前《前行》里面的甲巴吉达 他们的发愿那样 那确实是 病是有价值的 病是有价值的 你生病了以后 还是有意义的 我经常在想 你二年我没有生病 当时肝病和脊柱炎 好几个病没有加在一起 我这个光转是没有翻译出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 当年的我病还是有意义的 我自己对自己是这样讲的 我也不是说大话 我也并没有什么病转为道用的实修的能力 这些都是我自己以自明自知 不会有什么的 但确实是 有时候对病没有那么可怕 对病也没有什么贪然的接受 贪然的接受并不是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我今天头痛 欢迎光临 哎哟 好痛哦 也不是这样的 所谓的接受的话 有时候道理上我们就明白 自然而然去接受 并不是希望我得病 希望我得病 我们也不敢这样的 也没有必要这样 但是一旦你生病的 因为我们人生真的是无常的 你今天健健康康 非常好的 明天得了一个重病 连可能走路都走不动 或者眼睛看不见 耳朵听不到 或者说整个 我今天听到一个老乡 本来是好好的 前两天他脊椎不行 到四川圣医院去做手术 结果更加重 现在可能已经不行了 一个藏族人 所以有时候人的寿命 特别特别快 马上因为这个躯体很脆弱的东西 这样的生病 我们怎么对待 我们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 思想准备的话 这个病有价值的 今天的这一节可能归根基地 总而言之大家都要想到 病是有功德的 病是个好事 这么想知道吧 这个生病的话 这是个好事 这是有功德的 生病的话 我今天肚子痛 太好了 别人如果说 我头痛 太好了 随喜大家 应该我们以后 谁生病了 谁已经得新冠病了 或者说 谁得癌症 谁得传染病的话 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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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果达到这样的境界 那今天的这个窍诀 可能修得比较好 我还没有开始讲 是吧 现在开始 那是今天怎么讲呢 刚才已经说了 治病甘露流 应该主要是治疗心病 甘露水的意思 这是麦彭仁波切造的 刚才也讲了 顶礼上师 妖妄如来 因为麦彭仁波切 先作顶礼的话 顶礼 要死流离 妄如来 一般我们造什么论的话 先顶礼 跟论典相关的本尊 也就是说 妖狮方如来 我们经常也是念《妖狮经》 然后念《妖狮咒》 经常摆一些妖狮佛的佛像 其实在医院里面 也应该经常放一些妖狮佛的佛像 念一些妖狮佛的咒语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妖狮佛往昔的发心 谁念他的名号 谁看灯他的发像 谁一念他 那么很多病也会自然而然治愈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平时我们也是经常学 要是否相关的这些经论的道理 这样一来 对身心非常有意义的 我那天也讲了 世界卫生社的那一天 所以我们现在藏意也好 习意也好 中意也很重要 我们希望在座的发心 以前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些能力的人 也应该为僧众治病的话 确实更有功德 以前释迦牟尼佛都是经常去帮助病人 大家都知道 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自己有这方面的技术 有这方面的能力 你以前当过护士的话 那在这里也是帮他们发发心 你以前当过医生的话 也是一样的 现在各方面来讲 也稍微好一点吧 但我们有时候可能 包括中意的一些按摩 领料 其实这些是很惯用的 尤其是开中药的话 现在很多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这次疫情 有些人也是 大多数一些专家的观点 中药很起作用 包括我们藏药的话 也是他很有力量吧 但这些我们今天不讲 主要是我们医学方面的发心人员 希望多发心 对僧众的健康 大家都有责任 前面芬芬仁波哲 这里有个顶礼句 除苦最无伤 佛菩萨潜力 禁止病苦力 转知甘露流 他要遣除苦方面 最无伤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无有论比的一切佛陀和菩萨 我们念佛号也好 祈祷也好 确实众生心理的疾病和身体的疾病 其实诸佛菩萨是最有能力的 最厉害的 像以前的那些净土文当中 有些人念阿弥陀佛 自己的病也好了 治很多别人的病 还有一些三宝感应炉当中 也是通过念经 治自己的病 治他人的病 像我们藏传佛教 有很多的经参师 他们对闻思功夫不是很高的 但是他们经常这样念经的时候 对下面的许多病人 也有这个指号 所以诸佛菩萨确实在这个世间当中 特别治疗众生疾病的唯一无上导师 尊者先顶礼 具有无上能力的 这样的诸佛菩萨面前顶礼 这个前面应该说是一个顶礼句 接下来他要禁止清净和治疗病痛苦的与力 然后为了这样 转写了智慧甘露牛的 这部小窍诀的论典 其实这个《无光尊者如意宝藏论的实修法》 里面也有很多的治疗方法 做佛教的一些治疗方法 有一些包括各种行为 各种自己的活动 运动 也是能治疗我们身心的疾病 所以大家对治病方面 并不是光一个祈祷就可以 光一个修法就可以 平时吃饭也好 吃药也好 这些方面一定要重视 下面说一位行者如果遭受了疾病的折磨 如果一个行人 一个修行人或者一个世间人 如果真正遇到了不管是哪方面的身心上疾病的折磨 那为了一刻那一疾病而清净障碍 圆满资粮 永远脱离疾病的运离 应当如此修行 我们很多人都是没有这个能力 根本不去修行 但是如果我们生病的话 那依靠这个疾病也可以清净无事以来生于一条障碍 也可以积累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 这样一来那永远就脱离了所谓的轮回当中的 这种世间疾病的运离 所以说我们应该今天所讲到的要修行 我们在座的各位真的是所谓的修行人 连自己的疾病都不能转为道用的话 那可能修行真的还是有点惭愧 那怎么修行的话呢 其实你光是生病的时候 生病好 生病好 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这个根本治不了病 也解决不了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深度地去修行的话 那这种疾病也可以转为道用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可能世间上的人们都可以说 这个病是个好事 病是个好事 谁都不会说生病了 很可怕的 不会这么说的 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世间人 可能在一个人们经常所谈论的 这样的人生境界上 所以更深层次的佛教当中所讲到的 这样的修行方式 他们都可能没有接触到 那佛教说的这些道理 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 确确实实是 在我们世间当中看的话是正确的 这种正确不需要用推理 不需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论证 佛教里面所讲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生老死病讲得准不准切 大家都是应该清楚的 痛苦的话 比如说苦苦 辩苦 辛苦 这些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 爱曾悔苦 求不得苦 所有的意义不用其他方式来解释 每一句话一讲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 而生老死病也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讲无常的时候 七世界的无常 有情世界的无常 种种显现的无常 春夏秋冬的无常是不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的 这并不是什么现在西方的有些哲学逻辑 转来转去 一直转过去 不需要这样的 佛教里面所讲到的有些道理可以说是 开门见深 直截了当地已经说得非常非常地直白 不需要用什么疗愈 不疗愈或者用内外密 不用解释的 佛教讲到基本的轮回现象 包括我们心的来龙去美也好 身体各种各样的构造 痛苦或者说他的状况 佛教里面说得那么那么清楚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病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它 它确实对我们修行也好 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都带来致命的危害我们都没办法进行下去 一旦生病了以后就像麻雀种石头一样 无论为力 什么连动都不想动 但是如果一个修行人 这样的疾病当中他同样地成为一种修行 甚至如果你没有这个病你可能永远都不修行 有了这个病你就有了好的一种修行的机会 所以他这里说如果你真的要想积累资粮和极致敬藏 那还是要好好地修行 他分为了知 视为病为功德而敬藏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 了知病为上师而不放逸 病是上师最好的上师就是病 你生病了以后上师来了 然后这个病之为盗版 了知病为盗版 盗的修行的祝愿 而修六波罗弥陀三个方面 这样的话 这个科班上可以讲 我们刚才讲的 病是有功德的 病是善知识 病是可以修六道的 这三个科班 其中讲到第一个 在这个轮回当中有各种各样 而且极其广大的痛苦 大家都知道 我们先知道在这个轮回当中 这个病为什么说是功德呢 因为在整个六道轮回当中 其实是非常多的痛苦 而且这个苦极其广大 这一点我想 可能在山沟里面不关心新闻的人 不一定知道 如果关心新闻的话 真的每天都是各种各样的痛苦 此起彼伏 真正可以说是一种爆炸式的出现 应该大家都是知道的 所以在《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是说 十人求乐 乐者是难得 虽然每个人都在求快乐 但是乐确实很难得 故意此中生 众苦入水煮 是吧 所以现在世间上的这些众生 就像痛苦 各种痛苦 好像之前毕后一直是耕水一样 这么多的痛苦 还有《法华经》当中也是说过 三劫无安 犹如火灾 中苦充满 胜口不畏 三劫像火坑一样的 一切的痛苦充满着 在这样的痛苦当中 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快乐的 而且我们生病的时候也是更加痛苦的 你们不知道去过没有医院 去医院的时候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已经生病了一样 如果你的交通的话 你去看外科医院或者什么的话 全部人叫不好一样的 如果你鼻子不好的话 所有众生的鼻子不好一样的 不管是哪一科门都是在生病 那其中不有自主的 土生业力的我们 我们是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没办法 不有自主的一块业力的吹风就来到这里 我们在瞬间快乐的时候 从来都是不会思维轮回的痛苦 我们看起来是比较暂断的快乐 瞬间的快乐 有钱 有才华 有美貌 有地位 在那个时候好像我们从来都是不会思维轮回是痛苦 身体是痛苦等等 从来都是不会 也不修行自立 而处于放逸当中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真的没有生病的时候 很多人整天都是处于一种散乱 处于一种放逸当中 而这个病苦能遣除放逸和傲慢当过失 你没有生病的话 不会有这样的 你因为生病了以后就开始 以前放逸的人现在就开始紧紧了 可能快死了 癌症晚期一个月 三个月死了 或者得疫情肺炎 重症病人或者什么样 也知道自己的宿命可能有点危险 这个时候以前放逸的人不放逸 以前傲慢的人不傲慢 这是实际上清净障碍的一个殊胜门 我们对病用这种方式来看待 这个病没有病的话 它可能对我们不一定起到修行的作用 因为生病了以后才会想到人身的真相 很多人 尤其是没有学过佛的人 他们都根本不会想怪无常的 根本不会自己有一种踏下来的感觉吧 一旦生病了以后以前有地位的人觉得 地位都没有什么用了 以前有钱财的人觉得也没有什么 以前是自己年轻活泼的话也觉得没有用了 但你生病的时候 以前拥有的一切如法富贵全部都消失殆尽 在这个时候知道人生当中真的还是要修行 尤其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有修行的人我觉得生病还是很好的 如果没有修行的话最好不要生病了 反正生病对他来讲也是除了损害以外 没有什么利益的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因为这个原因《入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 苦海有诱的眼里除傲慢 因为《入行论》里面也是这样的 其实苦还是从梦中意上面有功德的 我们去年《苦乐转为道用》当中也是讲 《佛字心》当中也会讲的 过一段时间我想今年我们好好地学一下佛字心 佛字心里面很多好的窍诀 我还是深辛苦苦地翻译出来了 那个里面痛苦其实它有很多功德 什么功德呢 能生厌离心 还有遣除一些傲慢 比如说我们身体生病的时候需要开导 大家都知道 开导以后虽然很痛 但是自己愿意做开导是吧 同样的道理我们心生病的时候也是遇到了生病 这也是对心里的一个开导 从逻辑上看的话实际上我们看起来都是很粗暴的 很不愿意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对我们带来一种利益 这样一来诸苦有功德有什么样的功德呢 实际上我们《入行论》当中也是讲过 就是无苦无处理 故心应坚忍 没有苦的话我们在轮回当中从来都不会生厌烦心的 一旦生病了 一旦又苦了以后你就开始生厌烦心了 依靠对痛苦 厌恶 想而生起处理轮回的心 所以我看很多人真的是处理轮回是什么样的 最重要的 三主要道理里面处理心是最重要的 那么如果生起处理心的话 你真正得到了解脱道 解脱道 因为这次这个病我相续当中真的生起了 对三界轮回犹如火载的厌烦心 我从现在开始前往菩提的勇猛心的话 那这个病很有意义的 其他我们花了多少钱都是 不一定让我相续当中生起厌烦心 就像《心理观经》里面也是说 世身能为主苦本 勤修厌利取菩提 我们这个身体是痛苦的根本 但如果我们尽情地修行厌利心 处理心 那欺望菩提并不是没有希望的 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说 病让我们生起处理心 这个真的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病的话可能永远都不生处理心 就是短暂的人生当中从来不生出离心 你因为做了一次手术 你因为生了一场大病 从此之后 你有一个很深度地对轮回产生一种厌离心 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有者成为赤等 有者像这样的出离心那样 还有有很多功德的根源利益 你看 生病多好啊 生病的话很多人很有可能 你临死之前生了一场大病的话 真的是 你看依靠肉身有什么可执著的呢 没有什么的 那我一定要好好地处理轮回 对这个轮回 丝毫的羡慕自行都是不生气 最后你就步入了解脱道 无始以来我们在轮回里面感受了多少多少身心的痛苦 但从来没有得到解脱道 因为这次生病 依靠善知识的引导 我就开始真正有了出离心 就有了出离心的话 那很有意思的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段讲 尤其是按照很多经藏当中再三宣说 释迦牟尼佛这个具证娑婆刹土 实际上是 仅仅是一个头痛 也能清净无间地狱的痛苦 我们很多经典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释迦牟尼佛他前面的发愿 很多发行者 他们选清净的刹土 释迦牟尼佛他选出一个特别不清净的 爱争论的这么一个娑婆世界 那这个娑婆世界 一方面讲是很难受 这个是很难忍的一个世界 大家都是在这里很痛苦的 我们夏天热得很痛苦的 冬天冷得很痛苦的 然后一会儿头痛 一会儿有高原翻译 路也是不好 现在还算是好的 我们像纳仲坛刚开始来的时候 确实是各方面的条件都也不是很好 那个时候应该是娑婆世界当中的娑婆世界 现在比较而言是可以的 但某种医生们也不行 今天天气冷了 今天天气热了 今天头痛 今天脚痛 一会儿吹风 一会儿各种各样的 还有人 非人 有恐惧 有老鼠 有猫 有蛤 有狼 有老虎等等 有各种猛兽 有各种各样的违缘 这样的话 娑婆世界总体上讲 比其他刹土还是不好的 像极乐世界 现行刹土多快乐 非常快乐 舒服 清净的 但是这里也有个好处 尽管好处什么呢 这里是业力之地 仅仅是头痛 我经常头痛的话 这个头痛你经常好好地观想 经常这样观想的话 本来你这个人是在无间地狱里面感受痛苦的 但是因为头痛的原因 这种巨大地狱的痛苦 依靠这样一个简单的痛苦 也可以清楚 《生四位梵天所闻经》当中也是说 生刺土菩萨 不应怀有了 舍有恶道罪 头痛则得处 就是说 生在娑婆世界的菩萨 不应该伤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 其实通过一个头痛 能转生到恶道的罪业 也可以清楚 这样我们《入行论》当中也有内似的教证 所以这里一方面我们确实是 转生到这里是不太好的 但另一方面 这里转生到这个世界是很好的 还有弥彭仁波切说 因为佛陀的发心力 虽然这个世界是清净的 无浊的刹土 痛苦也是非常的剧烈 其他地方相比较起来 有时候我们生嗔恨心也是很痛苦的 有时候睡不着也是很痛苦的 有时候没有吃到饭 饿的也是很痛苦 我看我旁边的那些老人全部都是宏观满面 应该很不痛苦的样子 哇 吃得很好的 你们要多活动啊 不然越来越胖了 不行 对吧 好像还可以 但是具有尽快成佛之大心力的诸位菩萨 转生于此 意思是什么呢 虽然我们佛陀的发心力 佛陀因为当时接受了这么不清净的刹土 所以这个原因 这个地方又不清净 有脏乱差 有痛苦距离 有好多好多不好的特点 但是他的优点是什么呢 很多菩萨 他想很快地成就 来到娑婆世界最好的一种方法 像以前内地的有些干部 想他增加工资的话 马上到西藏去治愿去了 回来以后他工资就蒙证 还有我们有一些内地的一些治愿者 他们特意去非洲 去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去锻炼 所以有些心里比较大的菩萨 像心比较弱的菩萨都敢都不敢去 肯定本身也是很害怕的 你到了娑婆世界 那就更不行了 但是心里比较大的这些菩萨 他就想很快地圆满他的发心力 所以他特意地去发愿 转生到地狱 转生到恶鬼 转生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 这个真的 我们这里有一些心里大的菩萨 就面对痛苦 面对各种各样的灾难 其实这是一个佛教徒 真的是一个优势 世间人比如说遇到了痛苦 包括这次也很多地方 上海 吉林 很多地方 还是有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佛教徒即便是不能出去的话 很多人都觉得 哇 太好了 我就可以闭关了 当然如果没有吃的东西 那可能佛教徒也是受不了 但是一般来讲 大家都觉得 哦 机会来了 哦 很好 他由另一个方面来开始认识他有一种道理 所以他这里有一些尽快想成佛的这些菩萨 特意转生于此 以后能成就 然后到了这里以后 因为他的发心力 他的各种助缘 各种因缘具足 成就大威力的圆满资粮 成熟众生清净刹土 我们经常讲的禁缘寿 禁缘寿是在波罗波罗咪多里面 讲的很多很多的 怎么样圆满二字粮 怎么样成熟无量无边的众生 怎么样能清净他未来的刹土 这个也是佛教当中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一般菩萨他就特意来到娑婆世界 这样的话 我们不用特意转生到这里了 已经依靠业力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像菩萨他办很多的手续 特意来到这里 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众生 应该是有机会 菩萨为什么来到这里 因为这里有疾病 这里有痛苦 对他们而言 这样的痛苦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可是我们经常怕痛苦 经常怕生病 经常怕什么 这一点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说我们生病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坏事 我们《闻魔戒经》里面的《闻魔戒经》 整天都是生病 十方世界的菩萨 阿罗汉全部都来问安 你病得怎么样啊 《闻魔戒经》是很厉害的 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说一些窍诀 然后把他们的头都吓跑了 大家都知道 以一切众生病 事故我病 若一切众生的病没 我病也没 菩萨大悲是什么什么病 我记得好多大家也知道 我们就像闻魔居士一样 生病的时候 让其他的道友来问 你病得怎么样啊 每一个问安的人给他讲一个窍诀 让他解脱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 在娑婆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好的因缘 刚才我讲的《梵天所闻经》也是说过 于此烦恼处 能忍不可忍 也叫他赐法欺负为罪圣 在这个娑婆世界 其实是能忍不可忍的 如果我们这样的窍诀给别人教 自己也这样修行的话 其实是最好的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世界不好 有不好的一种优点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求法也是很难的 每个人也很辛苦的 自己做法也好 各方面都很辛苦的 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好处 每一件事情我们认为不好的 它有好的一面 我们认为好的 其实它有不好的一面 这个要大家知道世间人不知道 他认为好的就是好的 不好的就是不好 这是他的观念 而我们修行者 比如说世间人们有钱很好的 其实有钱也很好的 有钱可以买很多东西 但是有钱可能生傲慢心 有钱可以腐败等等 然后没有钱 大多数人不好 但不好的话 一方面又生起出了一些 因为没有钱的原因 没有傲慢等等 每一件事情就像是它有两面 营养两面 这个作为修行人来讲应该要明白 苦乐转为道用也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里 这些菩萨来到这个世界 原因也是这样的 特意到这里来训练 特意到这里来锻炼 为什么这个病是好呢 因为这里菩萨也是显现神秘 以前的很多高僧大德 都是真的是经常在医院里面 这些像蒙蓬仁波切 以前的好多大德都是在传记里面看 确实是显得身体很不好的 蒙蓬仁波切他说 我本来我是一个大菩萨 到最后要接近圆寂的时候 本来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 但是因为我的身体疾病的原因 还有众生福报的原因 没有能成办自己刚开始预料的 所想象的那样成办众生的事业 所以我们看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的传记 实际上好多都是显现的 有些是可能特意在这里 通过这种病 通过这种痛苦 然后实现他的发心的目标 也是这样的 为此这次依靠自己的病 也必等能清净以往所积累的一切恶业 所以我们每次生病的时候 真的这样尽量地去想 这次我生病以后 一定会是能遣除无始以来的罪障 比如说头痛 也可以这么想 如果我宿也好 大字也好 宿数也好 包括我们做宿数的时候 我们都想 因为做宿数的时候要切一块 要想 我应该做身体布施 要念一些咒语 我都经常自己 反正每次多做大叔叔 小叔叔的时候 可能当时都不知道 因为做麻醉药就不知道 但是前面就做一个仪轨 完了以后 麻醉熟醒了以后 慢慢地回想 说能得以当切失败 这样还是很好的 真的这样的 有时候可能谁都不想 我做宿数时很失败 为什么人家都很健康 我为什么这样的 但实际上我们把它当作一种 这是一个身体布施的机会 无始以来的在轮回当中 我可能失去了无数次的身体 但是一直没有做过布施 这次我通过 就像以前的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 把自己的血肉 布施给五个落叉一样 后来他们都变成五比丘一样 我们也是把自己的血肉 可能一生都不要 护士也不要 但是很多鬼神和非人 肯定要接受这个 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回想 其实因为这个原因 可能我以后发心清净 障碍减少等等 有很多的利益 所以我们这次要学的是 这次依靠自己的病 必当能清净 我以往所积累的恶业 以往 无始以来 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不清净的业 那么这个肯定是清净的 所以应该欢喜心 这种欢喜并不是 我很开心 不是这样的 确实是 如果我们想得很好 而且经常把这个道理吃透了 真的是这样 把这个病好好地观想病的来源 生病以后他的功德 认识他的病以后 我们就学了《苦乐专闻道远》 很多人都觉得以后遇到痛苦也好 遇到快乐会淡定的 会自己想好的 这个对人生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一般都可能在学校里面 一般都在世间的培训当中 不一定得到这样的窍诀 所以我想大家以后如果生病 应该欢喜心 啊 我有个好消息 为什么啊 我这次医院里面检查 得晚期癌症 这样的话 自己也给别人讲啊 我今天这个医生说已经病为痛症 其他的道友随喜 随喜 随喜 你有个好机会 希望我也是下一次有这样 当然我们可能心里比较好的 修行比较好的人可以这么做 但真正如果想到 可能在我们平时多生累劫当中 做不了的事情 短短的一个疾病当中 可能会晚常的 这一点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好好想一想 啊 生病的话有功德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刻骨铭心 好吧 讲到这里 藏文表情 倒是再看 优优独播剧场 Thunder 救闘独播剧场 不再学找了 而无班师修 是 为一切众生 无上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 吃饼干露牛 这个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 疾病有功德 我们要认清疾病是有功德的 第二个 疾病实际上是真正的好善知识 依靠它可以断除放异 第三个 如果我们修好的话 依靠疾病可以行持六波罗蜜多利益众生 趋向菩提 这三个方面 那么昨天前面第一个 基本上都已经讲了 应该说如果生病的话 首先我们不能想 我特别的倒霉 我太不幸运了 为什么染上这种病啊 不应该这么想 就想 我也应该可以得 这么想吧 因为现在很多人 别人是怎么样 我应该是怎么样 前一段时间有个短视频 我想是跟我们英明当中的 一个同等比较相同的 有一个人在骑单向自行车 旁边有一个人来问 你多少岁 他说 我三十五岁 那你三十五岁的话 我们这个广州还是深圳 我们这边一般三十多岁的人 都是开宝马和奔车 你怎么骑一个这样的自行车 这个人反过来问他 采访他的人问他 他说 你多少岁 他说 我也是三十多岁 那很多三十多岁的人已经死了 你为什么不去死了 我觉得这种问题 看起来是一般的 但实际上也是确实 世间当中经常有的 因为别人三十多岁的时候 已经成功了 他做如何如何的 我们生病的时候也是 你看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为什么得上这样的病 人家三十多岁的时候 健健康康的 为什么这样的 好像只有一个理由来 对自己有各种防护也好 或者说抱怨也好 有种种情况的 这样我们得上病 确实我们得病是非常容易的 不管这次疫情这么蔓延全世界的 这样的传染病也好 或者平时所谓的 艾滋病或者癌症等等 像癌症的话 有些资料当中说是 那么也是上百万 包括中国以前最早的一个资料当中说是 二十到三十万也是自杀 这样的 所以这些疾病也好 死亡在我们面前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但这种正常的现象 人们往往都没有去重视 一旦自己得到的时候 再有一种感觉 其实佛教实际上把将来发生的事 在因地的时候进行重视起来 就像世间对某个病发疫苗 接种疫苗或者打愚方针 那佛教个别的观点 确实也比较相同的 这样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提前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一旦得了这样的病的时候 恐怕有恐惧心 悲伤感 或者特别憎恨别人 如果你憎恨别人 那可能自己的病迅速地加重 迅速地加重 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 人的情绪很重要的 情绪如果稳定 不容易发脾气 好多的病就不会转成恶性的 就转成恶性的 如果你平时发脾气 为什么是这个 比如说你得感冒的话 这些人是很坏的 为什么这样的 就怨天有人那这样的话 那种情绪更加迅速地增长你的病情 所以佛教的观点 一旦我们得上这样的病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地想到它的功德 就像原来我翻译的一个快乐歌 不知道当时汉语当时说的什么 那那那那的那那的 如果生病的话 也很欢喜的 因为它可以进出以前所造的罪 确实如果我们能转为道用 或者能认识到病的性质 那可以进出罪障 积累资粮等等 这样也是非常欢喜的事情 以前那个宣章大师 当时《万三同归记》当中也有他的故事 还有《三藏法师传》 里面也是有 他在晚年的时候 当时不是得了病吗 得病的时候 当时两个僧人跟他说 你这样的病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病 但是其实他进出很多事的罪障 应该生起欢喜心 当时他的转当中 大概是有这样的意思 这样我们像宣章 那么高僧大德 也最后生病 但生病的话 他也是进出前世的罪障 如果进出前世的罪障 那我们应该值得欢喜 可能作为一个修行人 经常要想到这一点 想到这一点并不是做不到的 如果按照中观和大圆满的见解来舍持 确实以前没有修过的话 很难的 你病得特别痛的时候 你要想到 暗住于空心当中 暗住于光明间接当中 确实有困难的 但如果你经常修行的话 自己生病的时候 比如说头痛的话 我肯定是以前 伤害别的众生的头 哇 就这个原因 我以前不是说过吗 我得那个强制性脊柱员 然后他们给我 在脊椎上用 做小针道诉说 当时那个麻药也没有 特别特别的痛 后来我不知道 偷了一个念头 可能是不是以前 西班牙斗牛的那个 因为我看到经常 他斗牛上面 把那个剑一插进去的时候 看着特别害怕的 好像当时我的感觉也是这样的 我想是不是我以前 当那种人经常杀害 所以今天感受到我的脊椎上 用小针道开始刺伤 其实这个时候自己更加想念金刚萨埵心咒 忏悔 这一点好像我们一般人 基本上能做得到 比如说你脚戒指 或者说你眼睛瞎了 或者这样的话 我肯定现在跟其他人不同的 我做了这么一个很可怜的 我变成这么样的 那这个我应该是前世所造的 今生当中果报都是现前的 这样的想法 这种修法 应该是可以观学的 现在看电脑也是越来越模糊 好像 所以我们昨天前面讲到生病 自己想 最好有一种欢喜心 当然这个对我们凡夫人来讲 可能确实有点困难 但至少不要特别的 叫苦念天 伤心 欲绝 这样一直生病以后 很多修行人确实现在也是特别 欣然面对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哦 我现在比如说得疑郁症也好 得所谓的现在的癌症也好 因为有些癌症 这些他医院里面一检查就马上知道 但作为修行人不用 按理来讲 医院都不敢给你直接说嘛 当然我们作为修行人应该没有什么的 以前我也是在学院当中 我一个亲戚叫丹增加措 一个老喇嘛 他当时生病 我以前在读中学的时候生病 在他们家里带过 对我摁得很大 我后来空时间把他带到 马尔康医院去检查 医生说 癌症晚期 感癌晚期 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 他虽然不太懂汉语 但可能医生的表示已经清除了 清除以后他就直接说 是不是医生说不能治 不能治的话 最好不要花时间 我们还是回学院 回学院的话 我自己观想 祈祷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你们不用给我报名 我肯定能接受的 没有什么 后来我们也直接给他说了 可能现在就没办法了 后来回来了 回来以后实现圆寂了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 可能真的自己得到病危也好 或者说自己发现 自己已经不行了 这个时候他除了身体上的一些疼痛以外 这种疼痛依靠修量 依靠一般的观想不一定能治疗 确实很难受 但一般心态上 因为我们的痛 一个是心痛 一个是神痛 但身体痛如果没有很高的境界 不一定能马上治疗 但心痛通过修行 了知因果趋势 这样以后可以解决的 所以一个病人 如果他的心痛和神痛两个夹在一起 特别可怜的 如果一个人 神痛虽然没办法解决 但是心痛没有 不但是没有 而且心里面把这个病 看着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也确实是对他来讲 这也是一种机会 一种机会 我们都知道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有些机会 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坎坷的事 但是后来看他这种机会 对自己来讲有帮助的 有些事情看起来是一个好的机会 但实际上依靠这个 对后来自己的人生 也是带来一种灾祸 也有这种情况的 所以我们要分析病这个事情 大多数世间上百分之七 八十以上的人 认为这是不快乐的事情 不予议的事情 千万不要生病 大家都是这样讲 但是你说千万不要生病 是不是真的不生病呢 也不是 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想法是很多的 愿望是很多的 但是真正能入圆一场的事 也不是很多的 你说我永远是健健康康的 平平安安的 但实际上真正能实现的有多少 大家都应该清楚的 所以不如我们提前都是想 我可能会生病的 我可能生病的时候也许很可怜的 但在这个时候 我应该用上我曾经求过的这种法 这个窍诀要用上 这样的话 当时你真的生病的话 那恐怕是 比如说一个医生生病的话 也许医生天天都是治别人的病 但是他从来都是没有心理训练 这样他自己生病的时候 也是特别的痛苦 一个心理咨询师 他可以经常安慰别人 但自己得愈症的时候 也是非常痛苦 但佛教是不同的 却是自己去修炼 自己修炼以后 那你把这样的道理 也可以给别人分享 同时自己也可以运用 包括一些病转为道用方法也好 痛苦转为道用方法人群当中 部分人掌握这样的窍诀 并不是所有的人 其实人生当中所有的这些真理 往往都是极少数人的手里 这个大家都是要知道 我们的医院里面 那么密密麻麻的 像打开蚂蚁窝一样的人 但其中真正是喜欢生病的 或者说虽然你去治病看病 但是实际上心里很快乐地去面对 这样的人有多少呢 可能会少之有少 风貌临交 所以我们学了 麦彭仁波切的智慧甘露牛 我们以后肯定会生病的 我并不是说不吉祥的话 但是我们每个人肯定会生病的 但生病的时候 看你能不能用得上这样的甘露牛 如果用上的话 这学习说明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前面的道理当中 应该是讲了这些 其实我如果要讲的话 都是要讲很多很多的 我好像关于这方面 自己也可能感受得比较多吧 应该可以讲很多的事 但是我们就讲 昨天前面的第一个道理大概可能讲到这些 我今天也稍微做补充 第二个方面说 疾病是上师 不放逸 要了之为上师 不放逸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心里面要想 比我这个病更严重的 实际上是善恶趣等的难忍痛苦 大家都知道 我们头痛也好 胃痛也好 或者是哪里 其实当时是很难受的 但是这种痛苦 跟地狱里面的痛苦相比较起来 不管是热地狱 汗地狱 八大地狱里面 十六大地狱 或者十八大地狱里面 任何一个地狱的痛苦相比较起来 我们这边是没办法相提并论的 包括我们现在 特别难忍的这种病 饿鬼世界的这些众生的 痛苦比较起来 也没办法相比的 然后我们旁生界当中 没有自由 互相砍杀或者胆尸 这样的痛苦相比较起来 也很难比喻 可能旁生稍微轻一点 但是一般人类的痛苦 确实在所有善恶趣的痛苦相比较起来 善趣的痛苦还好得多 这样的男人痛苦 实际上是自他一切众生 在无边无界漫长的前世当中 都曾经无数次感受过 疾病的痛苦也好 地狱的痛苦也好 饿鬼的痛苦也好 旁生的痛苦也好 还有诸如此类的 各种各样的人类的痛苦也好 这些其实我们众生 漂泊在轮回当中 无始以来漂泊在轮回当中 其实我们感受的次数 也确确实实是非常多的 就像《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是说 若凡夫也知一切生死苦 则欲必察了 身心痛毁灭 如果凡夫人真正能知道 生死的这些痛苦 在当下可能身心就崩溃 昏绝 因为太可怕了 我们没有前世的寿命痛 不然如果有的话 身上一直出龙血 以前不是有个花色比丘 他经常有自己前世恶趣的经历 一想到这些的时候 身上不断地流龙血 出血 后来佛陀特意开许 像他那样的比丘 穿花色的袈裟也是可以的 有这样的公案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在面无边际的世界当中 感受到这些痛苦 那我们的眼泪比大海还要多 我们的骨头比须弥山还高等等 大家也应该清楚 如果自己现在没有 希求解脱 那么在未来无边无际的生死当中 必然会感受到如此痛苦 这个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最好是观想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不是那么难 应该是可以的 这次生病确实是很难受 尤其是内脏的疼痛也好 外壳 一般现在所谓的疼痛 如果内在的疼痛 包括肝也好 心脏痛是痛 但是可能比较好受 尤其是外面的皮肤病 肌肉病 肾经方面的病 特别特别难受 特别难忍 这样的时候 你可能正在挣扎的时候 你不一定能观想得起来 但稍微好的时候 有些修行比较好的人 就像中嘴轻薄 我应该这次身上 无始以来的业都可以感受在我的身上等等 他可以这么想 如果我们没有解脱 没有把这个病转为盗用 还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可能永远也是 没有接触这样病苦的时候 然而我以前却不知晓 现今仅仅这个病 都是这般难以忍受 因为我们不懂这些因果趋势 所以一直不知道 前世带来的这些火患 现今我仅仅是得到了 头痛也好 心脏痛也好 或者脚痛也好 反正病人就是这样的 不痛的时候好像身体也没舍得 一痛的时候就觉得 哇 这个地方是很重要 这个地方不痛的话 其他地方痛一点也没事 比如说我有时候脚痛的时候 看到走路的时候很正常的人都很随喜的 如果你眼睛痛的话 看到眼睛很好的人也很随喜的 如果看到自己牙齿痛的话 看到别人的牙齿正洁也很随喜的 这样的这种难忍痛苦 实际上是我们以前是不知道的 仅仅是这种病人 那么的难忍 那么比这个更剧烈的 无边的痛苦 我们怎么会忍得了呢 确实也是很难以忍得了 包括我们死亡的时候 以前那个好像窍诀宝宗来 还是什么 天翻地覆般的四周降临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怎么办 指望谁 我们现在是比较正常的 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大家都没啥感觉 应该是可以的 但一旦你的四周降临 那个时候是翻天覆地的一种现象 跟现在的现象完全不同的 那这个时候我要求谁 如果自己有本尊 自己有根本上师 那这样确实是死亡的痛苦 依靠他的自卑加持力 有可能会有转变的时候 除此之外 我们人世间的所有的地位也好 财富也好 你的名声也好 甚至我们自己健康的身体 在那个上都是排不上用场的 大家确实 平时我们健康的时候都不知道 一旦真正是生病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深深的一种感受 我会不会这次死了 要死了的话 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干来的 这些东西怎么办 然后连我自己的身体也是现在放在人间 然后我就像黑夜里面 抛石头一样 不知道我前方何处 这个时候自己都自己有一个 发自内心的很多问题 抛出来 提前我们没有修行的话 真的不知道 我有时候看到世间人 真的很可怜的 从来都是没有修过死亡无常的 然后自己即便是奄奄一息的话 除了一个希望和指望以外 没有任何的准备 祈祷 这些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很多人早知道因果去世 自己皈依 出家 或者发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 不然一直等待死亡的 现在很多人来讲 确实是很可怜的 不管是有钱没有钱 有地位没有地位 这个很可怜的 如今能永远离开痛苦的方便 就是恰好赶上了珍贵的佛法 还注释的实际 因为我们其他的 怎么样去祈求或者这样 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唯一的一个希望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离开这些痛苦的 唯一的方法 其实佛法当中是有的 而且佛法现在在这些窍诀 很多高僧大德的手里 还是万好无损的存在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佛法隐没的话 也没办法的 所有的这些善知识 已经不在的话 这些窍诀没有善知识 不一定我们能用得上 你看一代一代的 传生注释的话 光是我们有大赞经 光是我们有 谦卑大德的论典能不能用得上 很难说的 所以佛法如意宝 已经现在注释 而且这个传承一直是有的 包括我们治病甘露的 麦彭仑波切的窍诀 如果我们没有去学习 没有了知 也许这是记账嘛 这个没有什么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是 如果这次没有学的话 哦 这本书看一下 这个我可能会懂的 但是你学了以后 也许可能很多人 真的这辈子会用得上 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 我的那天都是想 哦 我翻译的时候 最好我上去给大家讲一下 不然的话 万一这个疫情蔓延整个世界 很难说啊 你看现在世界上的七十分之四 现在十五亿人都已经染上的话 还会不会染上 但染上的话 每个人如果对病作为有个准备 都好像完全不同的 这个完全不同的 提前都是有一些提醒的 即使疫情没有染上的话 其他的各种病 我们临死之前肯定会是有的 除非是前一段时间 飞机掉落一样的 突然这样的话 那也可能来不及了 只有除了恐惧以外 没有什么的 其他一般大多数的人 啊 授业啊 最后都是什么 自己也觉得说 我这次肯定是没什么希望了 这个时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 也是一个个都已经离开了 尤其是我们有个别的地方 没有信仰的话 你活着的时候 什么子女 这些都是不来看 一旦说是你得到比闻通知所的时候 自己的什么子女 全部来 你的家产 房子 然后开始怎么样分 他们都开始 这样的现象肯定会是有的 那个时候可能你就更奢望 更伤心的 所以我想我们 佛法如意宝的传承没有一幕 而且遇到佛法 确实很多人来讲 应该是生病肯定会生病的 高僧大德们都实现生病的 但是方式方法 我们还是稍微 心里面有一种把握吧 至少对自己的心想 这是我前世的业症 可能这次会死的 但死也并不是很可怕的 只不过是我换个躯体而已 在患的过程当中 我肯定有一些疼痛 感受 但不知道我下一辈子变成什么 希望依靠上师三宝加持 让我趋向一个善趣 遇到一个善知识 或者说佛法如意宝等等发愿 很多事情要做的 不是除了恐惧 抓虫以外 什么都没有 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说 我们永远离开病的方法 这佛法如意宝在世 只要还有一口气活着 要想尽可能在今生当中 渡过轮回的大海 这一点不管是你生病 没有生病的话 依靠上师的窍诀 短短的这一人生当中 或者是珍贵的这一人生当中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今生当中 以前噶当派的高僧大德们来说 永远死去土改 我再也不用转生到轮回当中 当然这个是依靠上师的 或者这些圣贤面的窍诀 就像《杂痕经》当中也是说 若得献身道 不受受诸有 也不受生死 不受悠悲苦 就是说 如果我们得到了 圣者善知识的教导 我们不会数数地转生到 善有轮回的众生当中 也不会转生到 生死的苦害里面 这样一来我们不会数数地感受 轮回的各种各样的 这种忧伤和悲伤和痛苦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遇到善知识 很有可能 我们在座的各位 以后我们的前途一直是迷茫的 不断地去漂泊的 但因为我们遇到了那么殊胜的法 遇到了那么殊胜的善知识 正因为这样 可以断除轮回的根本 断除轮回的根本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般汉地也是 像《自民净讯录》 这些当中讲 持胜不向今胜 更向何胜度持胜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 没有得到解脱 没有斗脱的话 那什么时候像这次一样 能读自己的这种认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千载难逢 可以这么说吧 也确实是我们得到了珍宝人身 同时运到了大乘佛法 还有有这么好的同行道友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努力 确实是以后很难获得解脱 这次是非常好的一种机会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来到这个山谷 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我们对外没有 以后可能这个音频 大家都也会听得到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一生当中我们得到了这么珍贵的人身 还遇到了这么好的法 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不努力的话 真的是我们自己可以称之为是一种罪人吧 这么好的机会 你没有用上的话 太可惜了 自己对自己也应该有一种 提醒或者权力辩词 我这次不能狠狠狠地得过且过 这样人生就荒废了 不应该这样的 我们这次一定要这些殊胜的法要修 修的话至少也自相续当中 生起出离心和菩提心 然后这样慢慢生起五二会 能得到解脱 即便我们没有得到这样 但我最好死的时候不会产生后悔的 确实依靠这样的努力的话 其实即生当中也是很有希望的 像以前的那个往生纪 好像莲茨大师的变的吧 当时明代的莲茨大师 他把明代以上的有一些往生的 宋朝的有一个人 他身体特别不好 经常躲病的 但后来遇到一个禅师 然后受戒 开始禅修 过了十几年以后 后来对整个轮回产生了厌离心 然后他现见了很多清净的像 这个时候有些人都开始诽谤他 说他对世间的厌离心 他们也看不惯的 但后来确实是他见到了 《观经》里面所讲到的十六观 还有《花园经》当中的 就是各种清净的现象 而往生清净刹土的 以前是一个猎人也好 妓女也好 屠夫也好 特别窝不窝的人 但是遇到了三知识以后 自己真诚地去忏悔 真诚地去修行的话 那最后不用扭转轮回 而且有些人是因为生病 这个原因 他就抛弃了一切事情 然后自己开始很强烈的心来修行 其实生病以后 我们跟以往生活的方式 完全都是不同的 这个时候对轮回很容易产生信心 能得到解脱道 这个很重要的 平时我们对轮回都是好像充满信心一样 过得也是很快乐的 好多人都经常这样讲 我原来没有生病的话 肯定没有遇到佛法 当时我没有遇到违缘的话 我肯定没有遇到善知识 很多人人生当中的 一种比较不平凡的经历 也是受到了一种 包括感情上出问题 身体上出问题 心灵出问题等等 事业上出问题 其实看起来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但实际上因为这样的坏事 反而变成好事 最后你就真正有了解脱的机会 所以我们最好在即生当中是 我们所谓的一次性 来到这里就变成最后有则 因为很多老人不要再来了 再来的话有点累吧 对吧 我看这些老人还可以 我那天想他们记不笔记 会不会我讲的讲不下去了 但看起来好像可以 我可能讲得更多了 虽然他们没有这么笔记 但是心里面记得还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说应该还可以的 笔记的话 肯定我也没有这个要求 不要紧了 但还是听法的规矩都可以的 所以我也希望很多人就像最后有则 最后有则是 来这个轮回当中是最后一次了 变成这样的 下面说是即便没有实现这一目标 而因此病死 我们有些人可能没有 最后有则的希望 没有成就 这次肯定要因病而死的 那怎么样呢 我们临死前好好地发愿 这个也能做得到的 大家也应该 如果没有遇到恨死 或者饱死这样的话 最好临死前发个愿 你可能比如说有些死的时候 就好长时间一直饭 连一滴水都吞不下去 好像很长时间一直呆着 就这样的 那这个时候足够有时间发愿 因为什么事都没有嘛 不吃不喝 连吃饭都不用 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用呢 那这样的话 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有时候眼睛眨一眨 有时候旁边去 啊 我是什么什么人的话 他讲 啊啊啊啊 眼睛好像一直 这样的话 他内心如果清楚的话 有时间发愿 也要讲三世的身体 未来过去三世所舍的 这个世间当中 我们可以向一切所有的身体 受用 善根全部供养诸佛菩萨 那个时候自己的财富 这些都是提前处理也可以 身体全部都是 《入行论》里面讲的一样做供养 然后发下这样的 此后的摩依士获得无上大菩提的大愿 发愿应该是可以的 我这次可能没有机会成就了 我自己也知道 现在我还是可能是个凡夫人 但是我死了以后 某一世当中或者下一世当中 愿我好好地成就 无上菩提这样的发愿 因为这个愿力是不会需好的 在哪里发什么愿 都是能成就的 所以发愿非常非常重要 发什么愿的话 一定能成就这样的过 就像《文殊刹土功德庄严经》当中说 诸法受因缘 乐于为根本 如比所惜缘 获顾亦如是 亦如是 我们以前诸法因缘是 诸于意乐上 何者发何愿 既得如是 诚汉师吗 我《极乐愿文和前行》里面都用过吧 但是这个后来好像不空翻译的有点 也意义上是一样的 我这次用的刚才 诸法受因缘乐于为根本 意思就是说 一切诸法是依靠缘而产生的 那么这个缘依靠我们的意乐 乐于 或者是依靠我们的心 那这样的话 我心发什么样的愿呢 一定会变成什么样的过 以前不是有些人 我要变成阿修罗 或者我要变成热和大鱼 什么样的愿都要 我要变成一个凶恶的料来报仇等等 发恶愿也是长久的 发善愿也是长久的 生病的时候发愿 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 除非可能当时突然昏厥 痴痴以外 因为依靠这个病 我自己觉得 哇 现在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希望 其实我们好多道友死的时候 也是拖很长时间 自己也没有人照顾 这样拖很长时间 在那个时候 自己最好是发这种愿 这个事我也再三地讲 以后有没有机会 也不知道 所以说自己也是在想 包括我自己也是 如果死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身心获得自在 或者这样的时候 一定要发愿 我不敢说即生当中 变成最后有罪 刚才前面的这个 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遥远的 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噢 我这次可能没有得到成就 但我下意识获得了人身 遇到了佛法 一生当中获得圆满真能觉 一可这样的愿力 确实在这个世间当中如愿一场 能成就度众 有这样的机会 这是一个方法 发愿 所以你看 病其实是真正善知识 善知识让你发愿的话 我们也许是 比如说我今天让你们发菩提心 发愿的话 大家都身体健康的人不一定 哎呀 大口水啊 好好的碗一碗 哪有这样的 我好好地吃喝了 但是你一旦真的生病了 已经不行了 那个时候可能东看西看 没有什么可求的地方了 我只有好好的愿 我这次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我现在只有靠自己了 靠天也是靠不住的 靠地也是靠不住的 其他更不用说了 我只有求自己 靠自己 靠自己的话 我要发愿的话 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好的 如果你发了一个有深度的愿 发持内心的这样的愿 那愿你是不可思议的 一定会是能成就的 所以这一点我想 我们每个人也可以能做到 凡夫思维 其他一切众生虽然处于痛苦的自信当中 下面这是一个发菩提心 刚才是一个发愿 下面是发菩提心 虽然一切众生处于痛苦的本性当中 却不知道此理 就像《入行灵》里面吃苦不自觉 恶火看悲悯 我们众生是很可怜的 因为愚痴的缘故 不知道这些道理 仍然在漫无边界的轮回当中感受痛苦 那所有的众生以无名愚痴 黑暗遮掌自己的心意 而不由自如地一直漂泊轮回你们 为此我要成办 遣除所有众生的痛苦 使他们具有暂时究竟安乐的缘分 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自己生病的时候心里面想 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 还有很多众生都是这样的 他们是因为无名愚痴的缘故 一直被业和烦恼受苦感受痛苦的 而我遇到善知识的缘故 还是我逼他们要强 身体我不一定超越他们 但是心的话我真的逼他们要强 这个是我们经常会想的 我们自己去生病 自己去看病的时候 经常发愿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你到医院的时候 人山人海 你就心里面想 希望依靠我这样的疾病 愿这里所有有缘的众生 我要读他们这样的发愿 这样的话 我要遣除所有众生的痛苦 让他们得到了暂时和究竟的利益 我的这种因缘 让这些众生得到利益 这是我们经常在佛传里面 有的自他交换 很多这样的发菩提心的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来讲 也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 我今天很痛苦的 但希望让我感受别人的痛苦 我这种苦的原因 让众生获得快乐 包括别人给你打针的时候也是 先开始想 我这次感受打针的话 让我这个得到 然后医生如果手比较粗糙的话 啪 医生 啊咋咋 这个时候可能忘掉了 过一会儿 噢 我要代受众生的痛苦 这个为了能实现这一点 能做到这一点 再三地祈祷上师三宝 加持 自己要再三地祈祷上师三宝 一直不断地祈祷 这次我的病 能遣除众生的痛苦 其实这是一个发菩提心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病很有意义的 比如说一个人病了一百天 每天都是发这么有深度的菩提心 那其实生病好 还是没有生病好 肯定是生病好啊 如果没有生病 你天天都是吃喝玩乐当中度日的 如果生病以后你发了菩提心 那肯定是很有价值的 我这里并不是说 所有的病人都是修得很好的 但有个别的 尤其是我们有信仰的 有出家的 有皈依三宝的这些人来讲 他也知道前世后世 他也知道上师三宝的加持 业因果的道理 这样以后很有意义的 总而言之 不管任何感受受痛苦折磨 那我都要为此 披上承办自他而立的坚人开甲 不仅仅是病的痛苦 或者别人的诽谤 或者无耻无传也好 凡是可能我们任世间当中的最大的痛苦还是疾病 疾病是每个人来讲 还是比较可怕的 所以以疾病为主的任何一个折磨 我们要想到什么呢 披上自他而立的开甲 遇到痛苦的时候 凡是你在生活当中经常有 违缘出现是很容易的 好多人都说 今年的违缘特别重 像奔腾跑下的江河一样的 哇 没办法的 所有的违缘在同一世间当中爆发出来了 真的火都火不下去了 已经没办法了 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 有些可能心里的痛苦 有些是身体的痛苦 有些是整个事情做不下去的痛苦 尤其是我们现在可能因为疫情 整个全世界的人的整个生活方式 在框架上根本上有一种改变了 以前我们的生活模式也好 生活方式也好 全部都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方式 在这个时候人们很难做出因因 非常痛苦 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披上 自他而立的开甲 从今以后必须做到不放逸 正是因为我以前是特别特别的放逸 随着业和烦恼所转 才能导致 明明不愿意感受这些病苦 但是一直感受着这样的痛苦 这也是我们真的 可能众生不愿意感受的痛苦 结果一直感受 这个实际上是因为以前做得不好吧 特别特别的放逸 这个原因有些是工业现前的 有些是个人自己的业力现前 那这样众生所感受的苦果 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 《诸法戒业经》当中也是说 愚复密苦意 愚苦不能了 是苦从因起 如中生起果 我们凡夫愚笨的话 因为沉迷于苦因 所以把苦不能了断 因为这样的苦因的原因 就像产生种子一样 就是各种各样的痛苦 我看现在世间当中的众生 也许可能是在前一段时间的纪念当中 大家都感受得过 造的业非常现前 比较猛烈 这个原因现在全世界的很多人 有些地方是断念 有些地方是受战争的痛苦 有些地方包括各种各样的痛苦 说都说不尽 大家也知道 我们在座的人也要不要认为 我们是极乐世界的 娑婆世界正在战争 娑婆世界正在出现饥荒 不用这么想 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做好自己心灵的准备 万一出现饥荒怎么办 万一出现战乱怎么办 万一出现疾病怎么办 万一整个全世界 共同的也没有出现 但是我自己出现这些怎么办 每个人应该对苦要有一种准备 如果现前已经获得了解脱 那么现在怎么会有这些疾病呢 肯定是没有的 不仅仅如此 而且如果做到了 如历的取舍因果 也就不能遭受这些痛苦 大家也知道 其实业因果也是取舍因果很重要的 为什么我生病呢 肯定以前造恶业而来的 如果我们以前好好地取舍因果的话 即生当中也不会生病的 这个也知道 也真是因为我以往太放逸 才感受到这样的损害而已 从今以后 万万不可再像以前那样 这个是什么样的人都会有的 因为自己以前太放逸了 太放逸 这个字很重要 你们也方便的时候看一下 《入菩萨戏论》里面 不放逸品是怎么讲的 《寄宋药经》 叫什么 《寄宋药经》 《寄宋药经》 那个里面专门有一个不放逸品 因为我们以前太放逸 太放逸的缘故 可能造了很多的恶意 所以就变成生病 今天变成丑陋 变成心情不舒服 跟人家关系不好 各种各样的这些 如果我们以前不这样的话 也不会这样的 不仅仅是我们以前 我好像以前讲过吧 借贤大师 唐玄奘的上师 他都是二十年当中 一直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病 一直是特别特别的痛苦 他好长时间都是想自杀 有这样的 有一次他做到梦 观音菩萨 弥勒菩萨 文殊菩萨 说是你这样的病 实际上是以前当过过往 造的损害其他众生的业 如果你要想了断这样的业 你要好好地发愿弘扬佛法 再过一段时间 大唐来一位僧人 这个你好好摄受的话 也许你的病会好的 所以当时借贤一直等着 什么时候来到这里 后来唐僧到了那兰多士的时候 他就高兴得泪流满面 我等了多少天啊 因为他自己身上痛得太厉害了 后来他所有的 包括卫世宗还是很多的法 传给宣藏嘛 应该他的病也慢慢就好起来了 所以像那么了不起的大德 他也有以前当过国王的时候 造的业 我们藏族的民间叫做 堕地狱之前当国王 得人生之前转狗的身体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如果转生狗 他可能同性的女国 跟人比较相同的 马上就要变成人了 国王他就造恶业 发动战争 乌拉 什么乌拉 还是乌拉 这样他就会发动战争 死很多的众生 最后毕业以后 开始堕入恶趣当中 真的也是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 有时候真的是 业力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通过生病 以后就不能这样造业 自己要这样想 虽然必定要舍弃这个身体 就是疾病的城市 被随了日日摧毁 实在是不可信赖 但是要依稀上存 就要应当依靠这个丑皮囊 承办广大资粮 临终时如同满月一般的心愿圆满 为何不从现在起 精进与利乐圆满之因呢 他这一段意思是 我们身体就像《四百论》里面讲的一样 虽然要舍弃 也就是说它是疾病的城市 这个是佛教里面经常用的 我们身体是 比如说城市的话 任何房子密密麻麻地 在那里堆积的 那我们的身体 其实我们肉眼看不到 实际上我们里里外外 都是有好多好多病的细菌也好 或者所谓的细胞也好 那种就很多很多的 尤其是我们免疫能力 比较弱一点的这些人 那身上全是病 就像所谓的病的城市 这个身体 日日夜夜被衰老摧毁着 过来六个月 回来的时候一看 这个人老得那么厉害 一看就很明显的 日日都衰老 还有不可信赖的 他是不可信赖的 今天好像好好的 明天就不行了 明天就倒下去了 今天是很正常的 明天感冒了 不行了 不能上班了 过一段时间要送到医院去了 送到医院去了 再过两天听说已经不行了 再过两天听说已经死了 再过两天他的名称都没有了 就这样的 所以不可信赖的 但只要我们有一口气的话 还是依靠出品来做一些善事 做广大的资粮 这样到了临终的时候 确实像满月一般的心圆满的 尤其是我们今生当中得到了大圆满 喜解脱 闻解脱 我是这样想的 遇到了一些特别了不起的大成就者 那这样的话 虽然我们轮回当中是很苦的 但是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尤其是我们像去年那样 得到了很多法 像孔子和老子他们说是 得到道以后死也可以的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的 反正我们觉得如果真正得到了 大圆满的观点 这样的话死的时候 就像圆满的约论 没有任何欠缺一样的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心愿 都已经圆满了 如果这个之前没有破誓言 没有怎么样的话 即便不能特别精进修持 依靠这些即生解脱法的威力 一定不会堕入到善恶穴当中 逐渐逐渐肯定会获得解脱的 所以我们对身体 依靠这种疾病的一种诚实 所以你就不能认为 为什么别人都是好好的 我今天头痛 明天晚上睡不着 然后吃不好 怎么办 天天都是没有必要 我没有特别严重的话 反正病就是自己跟病魔共存 他做他的事 我做我的事 他经常让我折磨的话 我也做十分翻译也好 讲课也好 反正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 尽量的不管他了 也不会因为今天很痛 怎么办呢 也不会给别人讲很多事情 最多在自己上写一下 我今天不舒服 明天不舒服 写着写着 天天这样写着 也没什么用 不写了 这样的 所以还是要 最后死的时候 真的还是会比较圆满吧 从现在起 精进运力了圆满的事 应当有坚定不移 有坚定不放逸的心 希望大家还是要有一颗不放逸的心 真的是 像以前的银光大师 他好像从小的时候 他眼睛不好 后来因为这个原因 他有很深的了悟 很高的一种境界 念佛带死 他经常通过念佛来 其他很多事情 说事都不管 就好好地念佛 一直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身体不好的人 应该是 自己念《本尊心咒》 一直是在临死之前 应该要圆满 以前我遇到过一些 爱政万起的人 他们说 怎么办 如果能修五十万加息 如果不能修的话 多念阿弥陀佛 或者念《关尊心柱》 和《万子撒动魂忏悔》 这样还是很有意义的 没有生病的人也不要认为 我现在很健康 什么都没有事 不要这样的 尤其是我们到了那种以后 希望大家不要浪费时间 我在这里 你看这里也说是 应当有坚定不放逸的心 坚定不放逸的心是什么呢 每个人每天要好好地珍惜 来到那种以后稍微好一点 但是这次我听到好多的 包括堪布堪木也好 很多人说太放逸了 下面太浪费时间了 好多人都是真的 出去以后也是 很多人说 这次浪费了好多的时间 看电视 每天都是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然后有些法师呆在学院 因为今年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去年包括我们的考试 都是当时没办法完成 因为这个时候 大家都好像没有心放在闻思修行上面 一旦出现有点事情的时候 一直恐惧或者其实也没有什么的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但是确实我们一方面可能有点担心 但一方面该自己做的事情 最好不要放弃吧 这个很重要的 好多人说 没有什么 其实这个也是理解的 我们以前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 他当时求学的那一年 因为发生了什么什么的战争 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冲突 或者说当时因为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 所以我当时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某种意义上也是想 其实我们现在闻思的修行 表面看来是风平浪静的 但实际上也有很多不平凡的年代 包括我们个人的事情也好 包括我也好 你们也好 很多都是经常处于一个不平凡的年代 当时发尊法师和南海上师去西藏修学的时候 也时时遇到很多 包括白天不敢出来 就各种各样的情况 其实每个人我觉得也是一种历史 到了再过十年 二十年以后 我们回顾现在的话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很精彩的经历 这是很精彩的经历 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丧失自己的正知正念 同时也不能太放映 尤其是我们现在过去的事情 暂时不谈了 从现在开始我希望 我们每个人应该 认认真真地闻思修行 不要早上也是睡得太晚了 我看早上上课的那些 还稍微好一点 不上课的人一直 太阳的光芒落到屁股上的时候 还在做美梦 原来法王如意宝也说过 最好我们不要打扰别人 尤其是现在传调 传放 从现在开始你们 最好自己坐在自己的屋子里面 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 不然别人也不好意思 有些特别话多的人 一了好几个小时都已经浪费了 这样也很不好的 如果你实在是要欠别人 或者这样 到别人家里吃个饭 马上回去 这样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 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 最好自己带一些金鱼 不说话是很好的 我们现在除了讲考以外 还要说什么 就是说天天的事是非非 说别人的过失 我们说的话当中 好多都是一些可能没有用的 甚至可能是造恶业的事 所以我希望在这里 大家都是能带多长时间 谁都不知道 我并不是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 但是每个人都很难说的 所以说自己哪怕这里 带一年也好 带五年也好 带十年也好 带一个月也好 带两个月也好 带多少都是 应该把所有的时间 用在闻思修行 发心 用在解脱上面 不要一直在闲聊 散乱 这样特别不好 你看这里应当要坚定不移的 不放逸心 还有那么多 我看明天讲得完吗 应该可以吧 那么讲到这吧 不放逸心 就是大家不放逸 《入菩萨讯论》当中也是 《诸法机要经》当中也有 刚才已经讲了 不放逸 这个是沙托יב者 给我媒誎的 这一切化地域是沙托活的 和此最有限一切吧 这一切结伏大师иваем我们的 sample道就非常欄的 而且这九亚人今次闻付我们的 宗教教的交流 和这些基acy向道を跟着 tand Music segundos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师菩提心 接下来我们今天继续学 麦芳仁波切造的《治病甘露牛》 大体的内容应该比较清楚 词面上也是比较好懂的 实际上我们要学小论典 没有什么困难 只不过我们以前没有学过这样的修行法 大家学了以后 也许可能会有转变 就像我们前面讲过 苦乐转为道用 确实很多人还是有帮助的 有帮助的 再三学习的话 也许可能对自己 日常生活当中是更有利的 那么这个也是相同的 本来我昨天想把第二个问题全部讲完 但后来可能说得比较多 昨天没有讲完 那今天继续讲第二个内容的后面部分 那么我昨天前面也已经讲了 平时应该只要有一口气 依靠有露的身体 然后行持圆满的话 当临终的时候就像圆满的约论一样 自己今生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 要圆满地打一个句号 那要做到这样的话 一定要自己都有一个坚定不易的不放映心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在山沟里面 实际上大家也并不是为了命而来的 也并不是为了你而来的 也并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来的 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求正法 求正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自己和他人能获得解脱 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样的话 整天都是说唱道端 说是道飞 每天都是跟道友们献料 说别人的过失 这样的话 确实是你最好不要来到这里好一点 因为来到这里的话 我们这里整个外在的资源还是有限的 包括住处也好 这里的饮食也好 卫生也好 都是在僧众做外外的工作 如果你一个人自己 没有这里好好地修行的话 来到这里我觉得是造罪业而已 小福报而已 没有什么的 包括我们现在住在工坊的 包括我们一二三七的 还有其他地方 有些道友是很不珍惜的 对水也好 对电也好 对周围的环境也好 经常该做的事情都不做 不该做的事情特别的 大家都是比较聪明的 因为人的好和坏 并不是自己说了算 别人应该是放在眼里的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说有些是 我们本来是借给大家的 实在是 比如说一年到两年这样的 但到了后面的时候 自己很霸占这个房子 没有取舍因果 或者两个相关的管理人员 一个招呼都不大 随随便便占着这样的资源 那在这里 你也没有什么闻思修行 为僧众也没有做什么发心的事情 有些人确实是 虽然暂时没有住的地方 但是你用了供方 还是自己发心 忏悔 然后跟法师面前的听客 也很多方面都是如理如法的 这种人即使享用僧众的财产 实际上也是可以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确实是我想到了这样甚深的地方 也希望不要造恶业 如果造恶业的话 还是在城市里面吧 在城市里面 做坏事的机会是多之有主 非常多 做善事的机会 少之有少 所以我在想 真的不管是居士也好 出家人也好 来到这样甚深的地方 应该是自己观察自己的身心 你呆在这里的话 赔不赔得上 因为这里是一心一意 闻思修行的这么一个道场 一直是从现在拉荣这边 应该前宏世纪是以前 第一世登主法王他弘扬正法 那个时候 修行人最多是上百个 然后第二宏世纪 法王如意宝从1980年开始建立这个道场 直到今天 有四十多年了 在四十多年的当中 应该是这里培养了 也是无数的高僧大德也好 非常了不起的 弘扬正法的这些人 有些也培养了很多 真正即生成就的这么一批修行者 还有一批自利利他的 真正的善知识 还有一批虽然没有今生贤的成就 但是即生当中没有造恶业的 行持善法的这么一步 我们在这里也有一批可能造恶业的 破誓言的 破戒律的 破戒律的 临死的时候毁坏自他的 这么少数人也肯定会有的 所以我想昨天也讲过 大家一定要有一种不放逸的心 其实凡夫人经常都要 观察自己的心 经常应该独处自己 否则我们的烦恼和烦恼 所控制的这颗心 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行持善法 大多数都是违背一些 正法的行为 甚至我们还有无始以来 各种业力的现象 还有邪魔外道也好 一些鬼神 非人 他们的危害 导致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 我们可能会造作一些不如法的 在这里诽谤正法也好 经常跟这个道友生嗔恨心 跟那个道友观不齐尽的心 这样一来的确是 大家来到这里以后特别不值得 所以这一点 我昨天也再三地讲了 希望如果你长期做不到的话 那么今年一年能不能自己对自己有个严格的要求 哪怕我死的话 我也不谈别的各种各样的事非 我也不看各种各样的过失 我自己观自己 我自己好好地修行 这样每个人都是保护自己 守护自己 也许这一年应该是个很好的一年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前世的福报 自己的心也清净 行为也如法 但也有一些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如果我们依靠正知正念来设置 大多数人应该可以行持正法 并且通过觉悟来利益众生 这一点即生当中也可以实现的 所以我在这里补充前面一直说 应当要有坚定不放逸的心 这个是我很看重的 确实每个人经常都是要读出自己很重要的 接下来说那些没有病就不仅仅行善的人们 有一些是没有病的时候 每天都是吃喝碗 散乱这种人们 那么因为害怕生病而进行顶礼 转绕 净除障碍等等 也有是疾病成了善知识的情况 确实有的 因为平时是特别散乱的人 但后来一旦有了病 或者害怕自己生病的话 经常行持善法 去转绕 顶礼 现在我们坦诚这边 坦诚佛寨 最近他们说是因为疫情期间 人聚聚多的话也不太合理 所以在坦诚这个上面 官务会工作组的人天天都是值班 说暂时不能转 最多是转三圈也不能转了 所以大家可能导游们 最好最近也不去可能好一点吧 那里他们一直看着 一直盯着 本来如果生病 或者害怕生病的话 可能转坦诚 转佛陶 转寺院 还有自己顶礼 还有忏悔 念百字明等等 也这样的话 因为病相当于一个善知识一样 也会成了善知识的情况 会有的 因此应当一致以病缘成就 善根 修行 而成为行道主办的善巧方便 所以我们应该要移植什么呢 移植这个病转为道用的善巧方便 这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依靠病的因缘 组成了善根越来越成熟 我们的修行越来越有结果 这样的话 原来的病 实际上你成了一个 行持正道的一种主办 已经成了这样的善巧方便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确实是病让我们相续当中的善根 越来越复苏 甚至成熟得特别的理想 这样一来 我们生病和不生病的话 比如说我这一生当中 如果生病我好好地忏悔 转绕 如果我没有生病什么都不做 那生病好还是不生病好呢 我们可以说 从解脱的角度来讲 应该生病是好的 所以这样的病 在前辈大德的有些教言当中 它比喻成良药 大家也可能看过吧 莲齿大师的《珠窗水壁》 在这个里面说过 他说这个病对世间人而言 它是痛苦的事情 但是对大德而言 高僧大德而言 病是一个良药 但有些人想 病怎么会是良药 病和药是相伪的 实际上是不相伪的 为什么呢 每个人的身体会有病的 那有了病的时候 依靠这个病 自己可以修无常的 自己可以修处理性的 自己修很多这样的善法的时候 那么病变成一种忏悟的忏 觉悟的悟 所以莲齿大师他自己也说 我也是从出教到现在 当时生了三次大病 每一次的病 对我而言 有一个新的忏悟 忏悟是一种忏悟 开悟 我不是特别清楚 反正记得好像有忏悟 每一次的修行都有进步 这样一来 实际上病是良药 可以这么说的 你看这里也是 我们要一直这样的善巧方便 当然这个自己可能要经常去观修 要从道理上明白 不然你没有生病的时候 你觉得我生病很好的 但生病了以后 就像前面讲的一样 有些人都是有气无力 甚至抱怨 最后可能并不一定变成了善知识 或者善巧方便 甚至依靠他造恶业 也有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生病以后 连周围对他看护的人 都是开始骂骂 殴打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生病以后应该要依靠他 尽量能行持善法 有些病人很难照顾的 所以谁都不想照顾 没有修行境界的人 没有文化素质的人 好像自己很了不起 得一个病都是很了不起 不管是医生也好 护士也好 身边的这些人 就个个地念出去了 这种现象 最后谁都不会 就是无缘无故给你这样的看护 所以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 更加地要放下自己的价值 你原来是什么都不管了 现在你已经落到这样的处境了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自己感恩所有的 不管是医务人员也好 还是身边的狐狸的人也好 一定要有一种感恩的心 因为生病的时候 可能有些是很暴躁 心里特别焦虑 恐惧 在这个时候经常自己祈祷三宝 把病转为道用 这个很重要的 尤其是周围说法者 修断法者 修行者之类的人要思维 尤其是我们给别人讲经说法的 或者修断法格斯利 或者有些禅修的人 或者所谓的一些高僧大德 堪布堪木 法师 或者经常口口声声讲 给别人讲经说法的 现在有些讲经说法 包括堪布堪木的话 不要刚开始太大客气吧 直接都是 我给你们传密法 连自己的这种 什么一点点的境界都没有的 还要传这个 我这次都是听到了 有些堪布堪木都没有经过同意的 随便给别人 五十万加薪都没有修的人 面前随便讲 这种人还是自不量力 不能随意的 现在很多高僧大德 他要守护自己的境界 并不是随意 你知道一点就马上传 所以这些人还是要注意 有些说法者 修短法的人 修行人 自己长期闭关的人 这些人也应该这样思维 什么思维呢 我一直装目作养地 传讲正法而引导众生 但这个时候自己对自己 也可以这样提醒 我是经常装目作养地 给别人面前 口头上说的时候都是很好听的 我会说的 就像我一样的 而这次以亲身遭受这个病 看能否使恶缘装为道用 这次我生病 看能不能把恶缘装为道用 自己的实修到底能否成得上 真正有了切药的乱象 有没有 这个是一定要看的 因为生病的时候 遇到违缘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大考 这是一个考试 不仅仅是生病吧 我们出了一点事情的时候 旁边的人对你怎么样 也是看得清清楚楚 有些人我们出了一点点事情 根本没有什么事 对自己没有什么事 但马上把别人落入黑名单 其实这个不一定能做得到 如果对方的手机上有的话 他还是会找你 你把它落入黑名单 也没有什么用的 你这个也是看得出来 什么时候落入黑名单 然后在别人面前说各种各样的 有些人真的是若惊下施 在那个时候 我们经常说是环楠见真情 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出来 那些是真正的朋友 那些不是真正的朋友 那些真正对别人怎么样 本来都是这样的 包括对自己的上师也好 法师也好 通行道友也好 有些真的是 除了七少数人 我前两天看到韩国前总统不是在 四年当中在监狱里面吗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 他最近推荐一个人 好像推荐一个他们里面的宣领导 为什么他推荐呢 他说 当年我弹劾的时候 所有的人对我若惊下施 只有他的话 一直是对我很好的 哪怕是落到监狱里面的时候 这个人对我很好的 这个确实我们很多人 没有说像以前的文化大革命那么大的事情 稍微有一点点风吹操动的时候 有些人以各种各样的行为 当然我们也理解 一方面有些是胆子比较小 有什么是有智慧 已经要自我保护 有些人可能是比较笨 做人平时是怎么样的 但在那个时候 就开始对别人做各种各样的 如果你真正对别人的评价是合适的话 在关键这个时候 你用上也时时为常不可的 但是对方根本没有任何的事情 夹在别人头上 在自己装模作样的 那个时候就开始损害别人 其实人有时候确实是很现实的 求求求求求以前说过 没有一个永远的朋友 没有一个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它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语言 但实际上我们修行者 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才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本来面目 他这里作为一个法师 作为一个修行人也好 作为一个经常认为自己修正不错的 甚至自己认为 自身是已经开悟者的 这些人生大病的时候 或者说你要做手术 在这个时候你看出来 你平时的大话 平时你自己认为是开悟者 在那个时候 所以能不能用得上 而今后不会成为所谓的 一帆风声装着修行人 遭遇挫折时变回普通人 这个是我们以前通过普通的方式来 我也在有些平台上发过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藏地经常这样说的 他跟这个说法 我这里是意义的 这一的话 这一句里面是修备的 就是说 让你又吃又穿 太阳也晒得很好的时候 你就装着修行人 然后遇到各种各样的痛苦灾难的时候 你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所以我们可能什么事情都是没有平平安安的 身体也很好 这个时候 哦 我是开悟了 我认识了新的本性 跟别人面前说的可能还是不错的了 但是真正是遇到违缘 或者说是生病了 那个时候你的修行能不能用上 一帆风声的时候 大家都成为修行人 成就者 但是你一旦遇到挫折的时候 可能你说的话 不一定落实到实处 《菩提赐量论》当中也是说 应当如所言 积随如实作 如言若即作 他人则生性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所说的话落到实处 行为上也是这样做的话 那就叫做严行一致的 如果这样的严行一致的话 那么他人也是对你生起信心的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到 自己在平时的修行 平时所谓的自己的证悟 这些都是用到你生病的时候 看有些人真的是用得上 平时我们觉得他没有什么修证 没有什么了物的 但是关键的时候 这个人真的不管是 他任何修行的教言都还是用得非常好的 有些平时我们也希望很大的 这个是堪布堪木 或者平时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修行者 但是在这个时候 好像确实用不上的 有时候人生当中 遇到一些坎坷 对自己的修行很有考验的 看看你平时这样的修行 说的时候是很漂亮的 但是实际上真正是 一旦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你的修行能不能用得上 这一点很重要的 使恶缘成为实修的主板 可能这个念在一起 可能好一点 是一定要把刚才所修的法 用在病患上 这样使恶缘成为修行的主板 这个是一段 然后他下面做一个中解 上等者 我们修行也好 讲经说法也好 上等者转成见和修的本性 上等者并转为道用是什么呢 上等者有大圆满的见解 大中观的见解 一切都是了不可得的 这种境界当中 上等者来讲 病肯定是无所病的 病从来没有产生过 以这种方式来接受吧 但这个对我们来讲 确实是很难的 如果你真的是证悟了大圆满 证悟了大中观 明心见心 这种人生病都是对他而言 是在轮回当中的一个游戏而已 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的危害 这是上等者的一种 转为道用的方法 而中等者通过修行 然后修行与了知 如怀而圆满资粮 净除障碍的发愿 而转为道用 这是中等者 中等者通过自他交换修行 通过空性的认知 了知病如木如画 依靠这个病 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 尽量积累资粮 净除障碍 同时也要发愿 这样的一种转为道用方法 就这个中等者来讲 我想 有些是可能我们能做得到的 有些是不一定能做得到的 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 自己依靠这种病 忏悔无始以来的仪藏 依靠这种病的话 尽量发善愿 不造恶意 这样转为道用 好多都是我们也能做得到的 中等者的一种方法 那下等者也要转变成什么呢 这里所讲的想法而亲身体会到 或者是领受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下等者 我们在这里讲了很多的观想方法 包括前面说取舍因果 把他当作善知识 还有生病的时候要知道 他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反正在这里面 一般上等者的境界没办法接受 中等者的境界也没办法 下等者至少生病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一些观修法 这里的想法 这部论当中所讲到的一些观修法 不一定是全部 部分的地方 比如说你如果自己能发一点菩提心 发一点菩提心 或者如果不能发菩提心 这种病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忏悔的机会 凡是跟上等和中等者以外的一些 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开始装为道用 而且通过病 亲身体会恶趣众生的痛苦 其他病人的痛苦 或者轮回的痛苦 好多都是通过病痛来自己体验 自己有体会 这样以后也是一种修行的因缘 凡是尽量相应自己的智慧而做到并装为道用 根据自己的智慧 如果是上等者的话 上等者的方式来装为道用 如果是中等者的话 中等者的方式来装为道用 如果下等者的话 那下等者至少也是生病了以后 不像现在世间人一样 特别痛苦 其实现在世间人 真的有时候是很可怜的 他生病的时候就像风子掉落到深渊当中一样 风子掉落到深渊当中 他本来精神也是不正常的 然后到处都去抓 但是抓的话抓不出什么 同样的道理 现在人一旦生病了以后 一切都没有什么责望 没有什么依靠处 像我们的话 至少是 我这个生病可能这次好不了 但是下一世我要好好地发愿 我这次生病肯定无始以来 我要杀害别人的原因 而这次生病真的很无常 以前我身体健康的时候 你看我的照片都是那么好 现在我得了这个病以后 身体像饿鬼的身体一样 那么可怜 真的佛陀所说的一切万法无常是对的 然后我们又可以想 这个有漏的身体是疾病的城市 真的是这样的 我这里也痛 哪里也痛 又可以想 佛陀在佛经里面说是有苦苦 你看我的身体也痛苦 现在心也痛苦 周围的这些人也不理我 他们都抛弃我 这样我们可能真的有很多的一些 自己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有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你生病以后 有方方面面的一些 可以说他间接成了一种正面的 这样的修行方法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话 每个人生病的时候 真的很绝望 很痛苦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病转为道用的方法 也是很重要 以前我翻译的有部书 我忘了里面 马尔巴罗扎 当时去医治德罗巴 医治德罗巴的时候 当时印度很热 他十三次得了热病 每一次生病的时候 差点不是死了 后来有一次 他生病的时候 他的拿罗巴上师 亲自来到他身边 然后他说 因为我二传的法太深了 你这次出现障碍的 但你对我也好 对法也好 很有信心 我尽量祈祷三宝加持你 你肯定不会死的 但你最好这种病是一种三宝的加持 三宝的加持 然后你不要舍弃对众生的悲心 自己的真知正念也不要舍弃 这个是马尔巴罗扎 很感动 上师亲自来看他的身体 还要这样给他安慰 他说 非常感恩上师 凡是我不管是火也好 不管是死也好 我觉得一切都是三宝的加持 我不会有其他的念头 其实这些真正的大德 真正的一些人 不管是生病 还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 他们的一些行为 跟我们也不同 如果我们可能会上师 你的法为什么让我起产生分别念呢 为什么我产生障碍啊 一般脆弱者经常所谓的 祷告一次 莫告一掌 但是一个精进者 坚强者 应该莫告一次 祷告一掌 可以翻过来 因为自己很精进的 自己很坚强的 哪怕我们世间当中 世受的有一些违缘 对他来讲也是无极可乘的 因此生病的时候 自己的心一定要坚强起来 并不是因为这个病的原因 让我没有什么希望了 也许可能这辈子 我是最后的这么一个阶段 但是依靠这个病 我发一个有一定深度的愿 那这个愿是一般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 不一定能发得下 所以病还是有这样的价值 有这样的正面意义 所以下面要看三知识的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通过病 自己都是不放映 自己修持正道 有这样的 历史上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了知病为道斑而是修六斗 因为知道这个病实际是修道的主斑 可以修行六波罗蜜多 大家都知道六波罗蜜多是大乘当中最重要的修法 不管是哪一个经典里面 只要大乘经典的话 应该都会提倡六波罗蜜多 那这样的话 这个六波罗蜜多怎么依靠生病都是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 自己布施 自己安人这些单独要修 怎么是生病的时候修呢 其实可以的 有些人没有生病的话 六波罗蜜多修得不好 生病的时候 六波罗蜜多修得很好 以布施来修行 心里这样想 虽然轮回的这些显现是无常的 痛苦的 无恶的 但是自己去没有了知 以这个病为例 有种种的痛苦 以刹那也是无常有 他意思说 本身从事物的真相来讲 轮回当然是无常 痛苦 无恶的 但我们众生而言 因为有了失智的缘故 可能我们不知道 原来是苦口无恶无常 这些道理是不知道的 但是因为这个病出现了 让我感觉到一切各种各样的痛苦 生病以后可能心理上 身体上各种各样的痛苦 然后也感觉到 刹那也是无常的 《四地论》里面说 一切有为法 刹那刹那灭 没有藏有的 觉得是太无常了 你看这次上海 大家也是知道 原来全国经济中心 那里那么繁华 一清一蔓延的话 在里面各种各样的声音 各种各样的痛苦 如果以往 想都根本没办法想 像香港的疫情也是一样的 英国 伦敦的疫情也是一样的 整个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 这个病魔一发生 一旦出现的时候 整个城市全部都禁下来 以前一刹那也是禁不下来 现在已经一个多余 或者多少天都是 在外面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下来 真的是刹那刹那无常的 这个如果我们以往 可能想都没办法想的 但是修过无常的人 哦 佛阵里面一直都是想的 各种各样的痛苦 你看这次疫情有为例的话 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地方 跟以往的生活模式 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家都是一目了软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了这样的佛教观念的时候 我们虽然做不了事情 但是道理我们应该是很明白的 所以这种病 不管是在 以前我们这些病是别人的身上 大家都可能没啥感觉 但一旦是自己身上发生的时候会有的 去年刚刚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在成都 那个时候最后连吃的都是 没办法送来送去的 天天都是做一点西饭 这个时候就深深地感觉得到 以往好像我们人们都是很自由的 到哪里去都是可以 吃什么都可以的 然后现在你看 很难很难的 我看现在真的很有感觉的 包括现在有些大城市里面 多少天都是只喝一点西饭 连以前都是特别白衣富翁 也是为了抢一个满头症 多少多少命运 为了当下很少的食物再挣扎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普通一般的一些老人 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大家都也是非常明白的 所以确实以这个病作为威脸 一切都是无常的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观修呢 如果观察自己的身心 这只是众多的 除了众多法的积聚以外 任何所谓的我均不存在 这个时候我们要深度地去观察 当然大家都是对病 可能是专业的授予 或者一些现象来去观察的 但如果我们生病的时候 如果你的智慧跟得上 那就你观察自己的身心 观察身心的时候 其实除了一些众多的聚合以外 所谓的我确实也是不存在的 这一点是佛教的特点 你看《宝门论》当中说是 师父非低水 非火风虚空 非是非一切 此外是为何 所谓的人我不是低水火风 不是虚空 那一世和其他一切都是不实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所谓的我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真的观察 我生病的话 我在哪里 你去观察 低水火风是你吗 身体的上下全部是你吗 心事是你吗 这样我们讲密法的时候 观察心的来龙去面 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我确实是得不到的 我得不到并不是佛教这样胡说的 实际上你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 你去观察也是你所谓的我 可能在哪里都是找不到的 找不到的话 是不是没有病呢 也不是 这个现象已经说得很清楚的 但是我以我知和我所知而贪念这个取体 才出现身体产生这样的病痛 所以我们学过《维莫戒经》 《维莫戒经》当中也是有 四大合合的缘故 这个叫做身体 因为这个身体 其实没有四大的主人 因此我也没有 但没有我 是不是真的没有呢 也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有了我之的原因 病还是可以产生的 这里也是说得很清楚 从道理上看 我是没有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无明烦恼的原因 就是我之生在 我之生生的话 我的病在现象当中是如梦如幻的方式 也应该是可以生起的 在这个道理明白之后 我们这样想 所以现在病魔也好 怨魔也好 为主的一切众生何等希求得到这个身体 可能在我们生病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怨情在座 一些邪魔怨敌 怨魔这样的 那他们要想得到损害我 他们要想得到这个身体 都无有吝啬的舍心 事实 凡夫这样想 凡夫这样作意以后 再再三相略得当的 你看情况 如果你有时间 把格萨利修得比较广一点 像灯珠法王的金刚瑜伽恶魔的断法 像以前外面 他们国外一直修得很好 每个人拿的时候 开始念的比较 本来第三十灯珠法王 他弘扬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不行 后来年轻的时候也实现圆寂了 然后在不断 在很多地方 修灯珠法王的大广的格萨利修法 我们一般 灵体前行里面的短短的舍施法 这根据你的相略度 你自己来看 相略得当地 根据自己的情况 就开始念诵格萨利的这样的修法 这样我们就开始布施身体 当然你如果实在是 没有办法修其他的话 自己也可以修嘛 《大圆满前行》里面讲的 如果我们护我 救我一百身 不如吃我 邪我 一句就殊胜嘛 意思就是说 我要保护 自己越来越保护 其实邪魔味道越有机会 因为你的执著很厉害的时候 他们有机可唱的 然后你就放松 你们就吃掉我吧 你们带走吧 把我的身体带走 把我的心带走 把我什么都带走的话 那反而这种布施 他们就没办法了 他们就很害羞 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越来越执著 包括世间的感情 很多事情你越来越紧紧地抓住 就像握住沙堆一样 全部都没有了 如果你很放松的话 很多事情自然而然来的 身体也是这样的 我们越来越护我 救我 救我 护我 不要放弃我 这样的时候 好像邪魔味道 马上就进入你的身体 如果我们说 我要布施 你们就该走就走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就自己更加放松 所以说 他最好通过这种方式来修行 由此宣说了 暂时清净疾病 还究竟圆满资粮的 还有殊实的殊胜心 我们平时这样修行的过程当中 确实是放弃自己的身体 你生病的时候 那天我不是这样的吗 如果你真的要做叔叔 做什么 包括牛鼻血 好像有些女性经常复过不好 出很多血 像男性经常也是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在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想让很多的众生 得到我的鲜血 得到我的鲜肉 得到我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我无始以来都是得过那么多的身体 但是都没有做好 所以有些人可能佛教都真的要做大手手的时候 早上都要发心 发菩提心 我今天要做身体布施 世间当中所有的有钱我的这些 来我今天发放布施 这种心态 然后最后做回向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布施的机会 此外这里垂破大千金 后面有个经好一点 这是一个显宗的经典 垂破大千金当中也说 圣会还有仙善 人稳重 见定 现见 修行圣体的人们来讲 应该要经常作意 也要舍弃自己的身体 如果这样离开八种部位 八难 我们平时的水 火 还有大象 狮子 毒石 落叉 还有盗贼 这些 《大吉经》当中好像有点说法不同 意思是可能战争 饿鬼 大概意思记得是这样的 战争 饿鬼 还有恶心 天上流星 不好的信心 还有恶病 恶数 恶劣的病 恶劣的猛数 还有盗贼 汗脑 汗灾 还有固难 固难是可能饥荒的意思吧 无故的难 《大吉经》里面应该讲了八种难 实际上这些难应该现在 所谓人们经常遇到的 地水火风的灾难 人和非人的危害 这些都是一种灾难嘛 所以我们如果有智慧的人 有信心坚定的人来讲 将把自己的身体 全部经常做布施 我们不是经常念一些收拾仪轨 或者念一些火供 火施 这样的话 其实自己大乘佛教 平时我们修行一种舍舍法 这样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那么因此贪执自身 能生起一切烦恼和痛苦 所以应当尽可能不贪念而传心 舍舍心 这就是实修布施 生病的时候 我们原来讲 生病的时候做布施 布施布施是要财布施 发布施 无为布施 那我生病的时候怎么布施呢 其实生病的时候 最好的一种身体布施 而且身体布施是 其他的财物 子女 这些千百万都是布入身布施 前行当中也是有嘛 那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 我以前没有想到 现在生病了 有机会了 因为生病的时候肯定是身上有 现在医学来讲 肯定是以免疫系统的一种 身体四大不均匀的一种挑战 但是从佛教和有些 古代的学说当中 其实我们身体生病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众生的危害 他们吸你的精气 或者引用你的精血等等 有很多的事 所以在这个时候布施是最好的 就是发愿 而我病就病 你们把我的身体带走 只要对你们有力的话 不管是谁 我把身体布施给你 这样以后很多人的病都因为这个而好 就好了 尤其是修一些格萨类 这个很重要的 就生病的时候开始修格萨类 如果你自己因为太痛了 不能念的话 就让身边的人念一点 做一些石团 这样也可以的 第二个是生病的时候可以修经经戒律波罗蜜多 因为这个身体疾病而损害 自然会 因为你的身体如果以疾病而损害 自然会远离一般年轻人 身体比较糊薄的时候 经常有意境的现象 遇到了种种对境 这个时候等等有做变化性的 相似的世间平常安乐 一般平时你身体好的时候 可能有作为出家人 或者得过特殊灌顶的这些人来讲 本来义经 诗经或者华经 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密宗和现众的 个别戒律当中也是有的 但是因为身体如果不好 这些都没有 比如说像以前南陀 当时应该有这样讲过吧 南陀有一次看到一个世间的 什么王妃还是什么的 这个时候他对佛陀很有信心 然后后来看到南陀出家人 他对他也产生信心 向他顶礼 后来南陀 因为对他产生贪恋的缘故 实现一些不清净的 这个时候王妃也是对佛陀说 你的弟子当中有这种现象 所以在以前的一些戒律当中 也有比较类似的现象 这个当然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 可能身体强壮的时候 经常犯戒或者做一些不如法的行为 比较多一点 一旦你的身体特别脆弱 生病以后可能造恶业的机会都没有 不管是杀到阴亡 以前是特别强壮的 满横的这种人 但后来他生病以后 就可能比较老实了 这种现象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其实生病也是一个好事 比如说如果你生病 以前你可能造很多恶业 因为生病以后你就有机会了 而身体也是不允许 这样自己不得不如理如法地修行 应当串习受持五六殊胜戒律 后来可能如果他没有生病 很有可能破戒或者这种现象 但因为身体不好 后来他自己的一生有三十三种 也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其实生病对你的戒律也是有利的 也有圆满戒波罗蜜多的 第三个安忍 那么安忍修这些 安忍的时候也应该心里想 这些病苦是由自己往昔所造的业成熟 才这般出现的 我们任何的疾病肯定是 跟往昔的恶业有关系的 但愿所有众生的苦因 与现今感受的一切痛苦 均成熟于我的身上 有此一来 我也来成熟 你看这样 这个完全是我们自他交换的菩提心 这个是 我为什么现在这样 天天都是头疼 脚疼 那肯定以前我无始以来都 损害过这些众生 那我现在这样的病 但愿所有众生的苦因和苦苦 成熟在我的身上 我来成熟 当然这个心理是比较大的 不然一般的人可能也不一定干 所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有 有些人包括他有一些孕妇生孩子的时候 他就特别特别痛苦的时候 观想所有母亲这样的痛苦感受到我的身上 这一刹那间当中好像身心都已经分离了 身体虽然有苦 但是心没有什么痛苦 最后自己所有的灾难全部都消失无遗 这是藏地很多历史上的一些母亲 有这样修行自他交换的一些 亲身的提炼 所以我们平时可能遇到了一些灾难 或者说遇到了特别痛苦的时候 这次我还是 比如说严病的话 我向所有有眼睛不好的众生的苦 让我呆受 这样一来确实病看起来都是不好的 实际上如果有一点修行境界的人来讲 应该是很好的 以前那个清明日坎布生病的时候 后来我有一次见到他 从某种意义上讲 你的事业各方面最成熟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的 但在另一种意义 从个人的修行来讲 我相信这个病对你而言也是很好的一种助缘 他就笑着说很难 尤其是特别痛的时候 所有的修行都好像忘得一看而见 但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自己修行也稍微好一点 他也这样说过 所以很多人有些看起来 这个人都是最后 包括我们的有些法师 堪布堪摩 本来是好好的 最后都是疾病产生 然后好像每天都不要说讲经说法 连自己正常地生活下去的话 很痛苦很痛苦的 但是我想如果有一些修行境界的话 应该每天都是他把这样的痛苦转为道友 修自他交换 而且以这样自他交换的方式来修 也许可能修行的境界有很迅速的一种 快速增长的机会吧 也是这样的 下面是讲精进 精进也是生病 其实对精进也有用的 这样的修行并不是偶然性的 而是披上恒长和恭敬的加行精进 打开架 做到无有间隔的精进 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些人来讲 他生病和没有生病是差别不大的 有些人来讲生病的时候越来越精进 不生病的时候就像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什么转绕 念诵 背诵什么都没有 有些人没有生病的时候很精进的 但一旦生病的时候就像石头集中麻雀一样 一下子就念一个小小的感梦 天天都是睡着 不行 我感冒了 我生病了 我现在不想吃饭 我不想说话 我不想走路 我不想看书 什么都不想 不要给我接近 你如果进到我身边的话 我看不惯 有些生病以后有一种 我们藏族说的叫做 那刺咋 是不是 病生气 他生病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生气 这个病引起来的缠缓性就越来越增大 但有些人常常如意识的 可能生病也是该做的事情要做 没有生病的话也做的事情 尤其是生病的时候 他就以恒常精进和恭敬精进 这两个不断 他就更加披上了 什么开甲呢 开甲大家都知道 打仗的时候 外面不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 他们打仗的时候 看起来都是一个绿色的东西 但里面是开甲的 一般的子弹 一般的这些都是不为传入的 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是什么呢 要披上一个恒常精进和恭敬精进的开甲 恒常精进是什么呢 你没有生病的时候一样精进 恭敬精进是什么呢 你生病了以后对善知识 对善宝 对死地 你该恭敬的对境一直是恭敬的 他并不是因为这个时候开始舍得不放在眼里 不是这样的 所以越来越这样精进的话 那成就也不难的 就像《经庄论》里面讲 如求火水母 能行雨很长 就像水电和水母如果中间没有间断 很长的 没有间隔一直这样的话 那火自然而然会生起来的 那精进也是这样的 有时候真的生病的时候我们还是更加的 包括这个如果实在是病得很严重的话 都没办法 以前我最后做叔叔的时候就没办法的 后来做完叔叔以后 我又开始不到一个月就讲那个 想讲《钥匙经》还是什么的 我当时出院的时候给北京的医生说 可不可以我去讲课 我问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可不可以坐飞机 可不可以讲课 他说坐飞机可能不行 要坐火车 后来我坐火车过来的 可不可以讲课 他说不要大声地讲 讲讲课也是可以的 后来我讲《钥匙经》的时候 有时候很痛很痛的 就没办法的 凡是这个 我也并不是说我是什么的 但实际上确实作为一个 众生都是有生病的人来讲 因为我生病所以不做什么的话 恐怕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有时候自己也去年 我自己把自己的一些生平见解写了一下 有个别的论典都是在医院里面完成的 我想我是不是特意在那里写的名字 确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接受了 本身都是一直在做 到最后在那里的时候已经接受了 包括上海的人际医院 杭州的第六人民医院 成都的华西医院比较多一点 可能经常去那里 这几年稍微可能在住院的时间 就没有以前那样 一般医住在其他纳容 或者其他地方稍微多一点的 但实际上可能病也并不是没有病的 有些跟以前可能完全是不同的 自己也是对自己的身体 一方面还是很满意 他就配合我这么丑陋的身体 质量也是很不好的 当时父母给我的时候 不是金口的一个身体 应该是国产的一个身体 但是依靠这样的臭疲狼 至少也是讲经说法也好 自己不敢说是圆满的语论一样的 但是至少也是尽为二利吧 我想每个人也确实是这样的 有落的身体 没有很长的经济 那永远没有病 非常健康的那一天 也许很多凡夫人来讲是比较少的 今天头痛 明天胃痛 今天感冒了 今天心脏痛 然后什么身体的病痛没有的话 心情不舒服 这个看不惯 那个听不惯 然后心里面不舒服等等 每个凡夫人看起来都是可能 确实极个别的人是他前世的福报 还是身体是很健康的 一直是没有的 但除此之外很多人 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少了 到了五十岁 六十岁以上 基本上是这样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和阿尼美洲 他们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问 晚上睡好了没有 我都想晚上睡好了没有 不用问 如果睡不好 可以背书 可以看书 但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的 人年龄越来越上去的时候 好像对睡眠很重视的 对这个级别 我们藏地稍微念上来一点的话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好啊 身体怎么样啊 生病都没有 就经常这样问的 所以这是人类而言 如果没有长期的精进心 恐怕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依靠疾病有时候也是能引发长期的 恒长心和恭敬心的精进 这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接下来第五个 禅定 如果以某个病 明显出现痛楚 那么不忘是所愿 修慈悲心 还有自行空性与疾病融合的观想 而一心专注 这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产生某个地方的 比如说头痛 心脏痛 那个时候一定要不忘是你的修行 不忘是修行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世俗的修行方法 一个是生意地的修行方法 世俗地的修行方法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一心专注你这个病痛 不失去对众生的悲心 尽量地修自他交换 对众生修这样的悲心 这是世俗方面的一种禅修方法 然后还有一个 生意方面的禅修方法 生意方面的禅修 任何一个疾病的时候 这样的疾病的本性 跟空性融合一体 这样一来也没有什么所执著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 专注的修行方法 其实生病的时候 你可以修禅定波罗密度 怎么修呢 要么你一心一意 专注自己的疾病和众生的疾病 融合在一起 然后给他回向 发愿 这样 要么你就一心一意地 专注于一切万法空性 这个病也是他的病者也好 从身体也好 心也好 很多方面都可以观修吧 不知道大家记得当时 我们讲《闻魔戒经》的时候 文殊菩萨来看那个闻魔戒居士 然后问他身体怎么样 身体有没有病 闻魔戒居士 病的颜色是什么 形状是什么 最后的话说 身体是不是生病 心是不是生病 然后这个时候 闻魔戒居士说 非身和身相离骨 也非心和心如幻骨 他说 不是身融合的 身体是理想的 也不是心 心和病融合的 因为心如模如幻的 所以当时说到这个以后 当时文殊菩萨还有很多有缘者得以解脱吧 所以我们修禅修的时候 要么以世俗的方式来可以修 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今天心脏痛半天 结果你观慈悲心就禅修 你今天也是心痛 你当时以空性的方式来 到底这个痛跟身体在一起 还是心在一起 你这样一观察的时候 如果尼根哲当下开悟 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智慧波罗蜜多 智慧也是我们如果生病的话 可以修智慧波罗蜜多 听闻病思维上师所讲到的 这些治病的教言以后 就开始观修他的意思 最好是在上师面前听到了一些 关于治病方面的教言 其实智慧波仁波罗蜜还有些教言 我方便的时候也想翻译出来 我看了一下 藏传佛教的很多大德 关于病方面的 病庄为道用方面 还有很多的教言 以后我们多讲一下这些的话 我们肯定会用得上的 我想很多人用得上的 有些人说 我身体很好的 没有 这些病 某一群人的事情 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 我吃得最好的 睡得最好的 我现在只不过胖了一点 这个是我最大的担心 除此之外 我也不会生病 也不好说 一切都是无常的 了知世俗当中 所痛 能痛 痛的方式 一切均如梦如幻的 这个是用智慧波罗蜜多来 进行分析的时候 那就可以在世俗当中来讲 所痛的身体 能痛的病 还有痛的方式吧 痛的方式是 你是刺痛的 还是教痛的 满心痛 还是畸心痛 还是硬痛的 还是明显的痛 它痛的方式很多吧 但这个痛的方式跟病 还有我们所谓的身体这三者 我们去观察的时候 在世俗当中 用智慧来观察的话 其实是未经观察的时候 好像是三者都有 但是你经过观察的时候 就没有的 оль 更登研波罗蜘尔也是他的《道格》里面说 他说 如果没有观察的时候 好像是身体 我们的手如果遇到针的时候很痛 好像是存在的 然后依靠这种波罗蜜多来智慧的时候 观察的时候好像是没有 所以说 你四手当中 如果我们能通所通这些来观察的时候 其实也是没有的 我看到《自波禅师》的有些教言当中 也是说 首先是我们生病的时候 观察他的能通者 能通者如果没有的话 所通的也没有 如果能通或所通都没有的话 其实心里面的一种幻想而已 除此之外 没有真正的痛 所以他最后终结的时候说 古人病患中发明心得不少 古代的人在病患当中能认识心的人 能认识心底的大德不少 非常多 很多大德都是最后怎么开悟的呢 因为生病而开悟的 我想这里也是以后 肯定很多人生病了以后就开悟了 就这样的 肯定多的 他这里能通所通的方式 也是在世俗当中如梦如幻的 然后你要知生意当中 一切病痛远离生死猪灭 然后由此一切病为空性的 它是明妙显现为大乐 所以从生意角度来讲 从二传法论的角度来讲 就像《中观根本会论》里面讲一样 这个病痛肯定是没有开始的产生 中间没有可能是暗住 最后不可能是有它的灭迹 这样一来 病的本体 从二传法论的角度来讲 空性的 然后从三传法论的角度来讲 其实这个病有一个不灭的光明分 这就是这个叫做大乐智慧 所以我们依靠这种疾病 确实是显通到如梦如幻的 然后生意当中远离一切细论 无有生主灭 这样的道理 实际上当你开悟的时候 也并不是一个断灭的弹空 应该是一切断治功德圆满 也就是说我们的艺术功德和利息功德 全部都是圆满的 这样的道理就像《宝行论》里面讲的那样 道理应该会明白的 它是明了现前的大乐智慧 所以说依靠这个病 依靠某个病的话 正经证物将获得三生果位 生病以后你的境界越来越高 最后已经开悟了 获得了三生果位 因此应该是值得赞叹什么呢 这个病痛转为道用的方法 因为它是什么呢 修行 修菩提的一个主板 我们应该赞叹病 不要害怕病 不要忌讳病 不要恐惧疾病 其实我们应该值得赞叹 赞叹什么呢 赞叹并不是让你生病了 赞叹 不是这样 不然现在疫情要该值得赞叹 但是疫情发生以后 有很多的修行者 依靠转为道用的方法 真的是他们也可以开悟 我都有时候真的想 哎哟 世间上的这些众生很可怜的 其实他们真正懂得佛教的一些道理 那么这次在疫情当中死亡的这些人也好 或者感染的这些人 应该至少是减少恐惧 他对这个病有个比较深度的认识 其实人生当中很多的道理 大多数的人对出钱的道理是比较认识的 然而有深度的 或者这样 这个肯定是具有一定高度的人 才可以深入地去分析 所以我们这个病转为道用的方法 在某种野诵 佛教的个别观点上面来讲 还算是比较深的一种剖析方法 这样分析 并且自己经常去传学的话 那我们生病会有一种 即便是没有对你太大的危害 进步 也不会有很大的危害 基本上我们可以转为道用 所以我那天真的想 哎呀 生个病试一试 但后来生病以后 真的不是很成功的 好长时间也不想念经 把这个念经都断了好几天 后来以后就补上了 就这样的 有时候真的说的时候都是很好听 但实际上做的时候并不实战 尤其是特别严重的恐惧 严重的疾病 好像自己所有的很多 平时的行为都消失殆尽 那个时候都是没有勇气 没有信心 人会遇到这样的现象 但一般来讲 我们大多数都可能 众生的根机不同 有些是把这个修行得很好 只要给他有个提示 他就很明白的 有些是再怎么讲 哪怕是一百遍 一千遍 他一点都不会有什么进步的 就像石头在水里面 一直熬的话 他不会变成乳软一样 也没办法 下面麦彭仁波切 这里有个偈颂 病痛非病痛 病大乐发生 所谓的病痛 如果从一个高僧大德的境界来看 其实这个病不是病 那是什么呢 病就是大乐发生 病就是大乐智慧的 一种发生的诱物 所以无疾瑜伽者 并不并 无别 要通达这样的 开悟了这样的瑜伽修行者 那就是病和不病 对他来讲是无别的 我希望很多人经常把它写在自己的明显的地方 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做不到的 但是至少是很有意思的 你看病痛 实际我们认为病痛是很痛 但真正来讲它不是病痛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真正是 刚才前面讲的 空了无二的智慧 你就开悟的话 作为开悟这样的大德来讲 那病和不病都是没有差别 对你而言的话 没有什么支配 那这样你生病了 会不会伤心呢 不会的 没有这个生病你会不会欢喜呢 也没有什么的 病和不病对他来讲没有什么 甚至可能对他来说 他的修行更加的提升 他的境界更加的提升 那这样一来 其实病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是安置大造 安置大是麦彭仁波切造缘吉祥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说能得一堂七四八年 同年一边战兰八协家 吉刚那吉万龙筹八亿 至分从年终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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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绣 和我们说不住在赞兰二十一刻 有意义的最后一刻 因此能置疑 不住手 这么多那一刻 要是空了 就还判了个软得